我們今天這樣子的一個 源自於國務環 我們從文物環環的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來討論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到我們的研討會現在正式開始 那我們來歡迎 監察院副院長孫大灘老師 為我們開幕先生請去畫 孫老師還有各位好朋友 我以為是九點開始 所以耽誤了一點時間 為什麼講話短說 我以前每次看張光子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研究比較古代 或者是很多部落民族的 這些複製文化的時候 感觸都很深 因為這些東西經過一些解釋以後 會對一個沒有依賴人質的民族 會給出非常非常多的想像 甚至可以重建自己的民族的歷史跟經驗 其實作為原住民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過去因為沒有太依賴於文字的關係 所以我們曾經有很長的時間 失落了我們對自己了解 或者是跟世界外界溝通的這種工具 那最近這幾十年來 因為無論是很多人的住民朋友 年輕的一輩 能夠比較操作比較好 比較精準的中文 然後自己的母語 我們也很多人在努力地把它找回來 所以我們多多少少 對於過去我們能夠掌握的東西 透過語言學的研究 或者是其他各個方面 多多少少能夠拼湊出一些 我們自己的歷史跟記憶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高興的事 那文物的這個部分 最近大家也都非常關心 那我覺得有很多的文物 如果能夠把它 越來越能夠變成是公共財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能夠釐清這些文物它的來源 它的過去的文物流浪的歷史 在這個當中能夠重建一些 原住民過去文化可能瓦解 或者是開始有散落的這種記憶 我也覺得是在文字或者是語言的研究之外 蠻重要的一件事 特別是這些文物 它比我們用嘴巴說或者是用文字寫 它可能所牽涉的時間更長更遠 有一些在武器物裡面 可以讓我們看到更長遠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像現在 關鍵還不完全只是說這些文物 該不該歸還或者是怎麼歸還的問題 因為這個當然要做一些工作 但是更重要的是對這些事情的研究 我自己的了解 在台灣好像做物質文化研究的人 並不是很多 我看在大陸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在物質文化的研究裡面 怎麼樣跟藝術史 甚至在這個裡面去推測 這些文物後面的這些神話傳說 甚至是跟傳統的風俗習慣 跟它的記憶有關的 這些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所以在這個部分 可能將來這個器物研究的部分 可能還是要有更多的人來鼓勵 去鼓勵 特別是能夠讓我們的原住民 年輕的學者 年輕的一輩 如果能夠透過這些文物的了解 能夠再從另外一個工具 另外一個線索 把那個原住民這個文化的版圖 能夠拼出得更完整 我覺得都是我們一起可以努力的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我也特別提到 因為原住民的文物的優善 不只是在一般的學校 或者是一些服務館 有更多是屬於私人收藏的部分 這些私人收藏的 有一些他們有做獨入 有做公開 但是又很大的一部分 並不是如此 在很大的這些範疇裡面 我們還是有太多被隱藏的 被我們理解到 然後沒有變成公共財的這些東西 我們也很希望能夠呼籲 所有能夠在這麼長的時間 不斷地在收藏原住民的文物的這些老前輩們 能夠慷慨地把這些文物做好譜錄 能夠讓更多的人 能夠來公開的去了解去運用 我覺得原住民的文化的長久的發展 才會有一個更穩固的基礎 今天我們希望整個研討會能夠很順利 那我就到這裡 非常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 謝謝孫老師 那我們今天這個會 實際上是台大聯助民族研究中心 我們的年度公共論壇 我們這次今年是第三次 是第三年度 舉辦這樣的公共議題為主的一個論壇 那我們今年想到用文物返環之間來談這個主題 不是一個單純的談博物館而已 而是希望能夠碰觸從一個角度 看起來比較隱藏在後面 可是大家需要開始來談的一個文物返環的一個角度 來談人類權民族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這個做法是 我們今年上半年已經辦過四場的演講 所以我要非常的感謝台灣博物館李子寧先生 他非常的 他在我們的演講系列 他是第一場的講者 他也讓我對於這個題目 也有了更深的認識 所以我們就決定共同舉辦這一場的 研討會 我們這個研討會 之前我會跟李子寧先生有一些些的接觸 實際上是因為我們 以台大來講 我們分別 台大跟台國 我們分別都參與過 當時的國歌會下面那個 數位典藏的一個計畫 數位典藏計畫 產生的東西 以台大來講 以我個人來講 非常願意 非常積極 滿努力的介紹給部落的人 以我來說我負責台灣族的部分 就常常跑到部落 做一些小型的計畫 讓部落了解說 這些資料前置公開的 大家都可以用部落的權力 更在別人之上 那長期的這個歷史上的這個 不平等的問題 讓部落常常覺得 這個東西不會是我們的 台大的 有些人類學的人 可能這些東西都 都掃在他自己的手上 所以很努力的希望 可以讓大家了解說 這東西其實經過數位化之後 這些東西是公開的 那我在這樣做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在獅子鄉 幾次的碰到了 台國李子民先生他們的團隊 也看到了進一步可以發展的 合作的方式 就是當時叫做 原民會發展下來的一個政策 叫做大管代小管 後來以我所知 我應該沒有 希望沒有講錯 台國這邊有主動規劃的 文物返鄉的系列的特展活動 那我們看到的最新的一個 剛剛結束 九月下旬剛剛結束 這個應該就是海端鄉的 這個文物返鄉的活動 那台道在這邊 從我們把文物從台道 人類學的系列 擔開了 到了現在的地方 各位等一下都沒有空的時候 或者結束之後 也可以去看 有一個人類 獨立的一個人類學國務館 在舊種服的西側這個地方 那這個通編出來之後 又也跟文學這邊爭取到 原來的一個會議室 在這邊辦了一些特展 一年一檔 所以除了特展之外 人類系的老師 做物質文化研究的胡老師 也跟不同的部落 因為部落的需求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位 這是小林孫的 怎麼樣用外面博物館典藏的資料 來重建 技術上的重建 技藝上的重建 也更重要的 其實是社會記憶 這個記憶上的重建 不只是技術跟藝術而已 那另外各位可能當然會知道 是我們上個周末 上個周末所辦的 這個是去年的家庭 還有上個周末的旺家 這樣子比較戲劇化的事情 戲劇化的活動之外 其實我們是有例行的 年度的特展 這是邀請部落來特展 所以我們看到的 台大的跟民主學 跟原住民的典藏相關的單位 台國跟的相關單位 都在做跟部落接觸的 讓這個資源可以轉回去 那可是去年 然後這是我個人在做的過程 跟認識的過程當中 我們覺得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典藏品怎麼樣 不管是數位形式還是實體形式 可以成為部落的資源的一部分 換重新讓這個技術 藝術跟技藝 可以重新再連接起來 我們從一些從業者的 當時的團隊的一些文章裡面 包括部落的角度 我們會看到它發揮的 它可能發揮到什麼地步的效果 那去年政委員這邊 在立法院這邊通過的 是原住民 國家級的原住民博物館 將要成立 有一個年限 年限之內要成立 所以這邊整個帶出來 另外一個議題 另外一個角度 國家的角度 在國家角度之下 就是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它帶出來了提醒我們說 博物館其實不只是跟個別部落之間 文化傳承以及社會記憶的銜接的問題 還包括一個很大量的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很多人在談的 是一個歷史正義的問題 博物館是一個歷史正義可以發展 一個非常重感的一個場面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所以至少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 博物館可以做的事情有這兩個層次 那我非常期待今天的這樣的一個場合 那很明顯大家對這個議題都很關注 那再次謝謝林子民先生的在觀念上面 以及在一些人選上提醒我們要怎麼樣做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第一場的 我們就開始進行我們的第一場 那請也很謝謝跟相關主管的單位的長官 都有人來參加 所以我們第一場的主持人 是文化部文思思的我們的新任司長 陳登青司長 大家早 還有那個會員長以及幾位老師 以及這麼早大家都聘請在這裡 我是陳登青的 有聲音符 我到今天 到今天那個到韓國化部的文思思 剛好才30天 我在9月23號去找他 那事實上會在這之前 大概有收到那個 黃老師這邊籌辦團隊的邀請 好我很清楚 我對這個研討會的主題 被賦予一個主持的任務 我很清楚是什麼用意 因為說實在 我對這個業務 這個領域並不算首席 但是當主持人就因為不能跑 所以要把所有事情都聽完 而且要注意聽 所以今天這個 非常的不好意思 我借用大家的場合來主持正常會議 今天有非常多的想者要發表 所以我就不佔用多的時間 我們的研討會裡頭的程序上面 好像是正如是王老師先給大家 每一位老師都會有十分鐘的發表 那我想我就先簡單的 應該是不太需要做深刻的介紹 那個大家在這個領域 應該對這些人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這邊就是王志偉 那個 蔡志偉那個 那個教授 在原住民進入跟國家的法律的領域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過去看起來 原住民主在整個國家體系裡頭 不管是領域啦 或者是知識啦 或者是傳統文化的保持 或是法律面 在教授給了非常多的建制的工作 那王老師呢那個博物館學跟德類學之間的關係 這個研究也非常的厚色 那他也在每一大創意的這個博物館研究所 所以我在台博館的時候呢 跟王老師學習的非常的多 那政委員呢我想大家就更清楚了 現在在這個目前的立法院裡面呢 讓我們能夠特別關心這個 因為那個政委員之前在人民會裡頭呢 經歷了非常多的這個業務 包括文化的啦 包括這個企劃還有這個文教 所以現在在立法院裡面呢 也那個持續的關心這個 各種的民主民主的議題 當然博物館 博物館法剛剛上誤 但這個政委員一直在關心這個博物館法上誤之後呢 特別是民主特別的這些文化或者是內涵 有什麼樣子的作品 那李子民是我的老同事 我身上我在台博呢 擔任過四年的秘書 在那個時候呢 我對這個博物館的角色 或者是台博的廣場 其實都是來自於李子民那個研究員給我的這個 那個訊息跟這個 其實我跟著他聽他講 聽他講課跟聽他講話 看起來像在上課一樣 那我記得我在那四年裡面呢 事實上 台博就開始在進行很多文物 那個進到這個現場走去 那不一定是軟環 那個進到現場走去 開始做第一時間的接觸 那開始去創造我們這個文物在這個現場 有新的意義 那我記得我那個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自己是宜蘭人 那個宜蘭的這個泰亞族的元素 在我們一個泰亞館 我們把這個台博館的 跟這個地域 或是這個民主有關的文物 看看你的展覽 那個得到那個當地那個 那個當地人民非常非常感動的這種 那陸陸續續剛才這個 黃老師有提到這個資深的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陸陸續續 會感受到這些事情 那博物館法是這個 國資師裡的主管的業務 那博物館法裡頭呢 特別對於現在 就是今天你看大家把這個 原住民族的這個文物跟這個典藏 這個去拿出來談 就是我們可以陸續在後續的這個 在打字面看看有什麼樣子 那個執法建議上面 可以比較多的建議 那這個部分我就先引言到這裡 事實上我實在是沒有辦法 把那個回應太多 主觀這個部分的議題 我真的再說一遍 就是可能在這邊呢 給我十分鐘真的太多了 我就是聽可能一個早上還嫌不夠這樣 所以就非常感謝這個 那個主辦人團隊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們的機會來這邊這個授獎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這個王中山王老師呢 來進行今天的這個發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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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持人 林醫師長 一位的 多位師哥 多位先生 大家早安 我們一對各配到的 第一個場次是 關於文物文化的所有權 和移動 所以我在發言裡面 很抱歉 各位 雖然手冊 空白 包括空障也是空白 所以你只能很專心的聽我講 就有辦法知道 到底今天有什麼名堂 在這個主題之下 我可以分四個方面來做個總理 這四個方面 就足一的 從文物的 文化回歸的意識發展 和文化多樣性的議題 以及它跟現代的 這個文物更大的 不只是意識爭議 我們還涉及到文化正義的議題 做一些 第二部分 我們會談談 文物跟文化違規的複雜性 事實上 它不是一個單純單一文件 它一直在擴展 第三部分 我們會談談 整個違規的 多樣化的整個模式 因為它既有 文物的性質 類別 既然是多樣化 在複雜性 所以很顯然 這個規規 它就有多樣化的模式 最後我提到 一個對談 到底我們對於這種文物的規規 我們該怎麼來 來對待 來處理 第一個方面 我想在論壇的手冊裡面 已經提到 整個文物跟文物的規規 它有一個世界性的脈絡 這世界的脈絡 從1970年 從1970年到現在 已經很快五十年了 這個文物的規規 這個文物的強勢 越來越大 越來越強 它代表了一個 1970年代 聯合國推動的 全球化的一個變相 這個文化的遺產 從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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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流行的 或者世界的遺產 接下來 無形化的遺產 進一步的發展到 這個 世界記憶 有關於 Documents 就是一些 這個 紀錄的 或者文獻的 這個遺產 到最近 最近又在發展 水價 考古的遺產 這四大層面 從1970年代開始 這段時間 就影響到全世界 在這裡面 受到最大的影響 應該是 無形文化遺產的推動 使得我們一開始看到了 原住民族 所擁有的物件 到底是怎麼樣性質 在傳統社會 在當代社會 在原住民社會 在漢人社會 在區域性的社會 以及到 這個 國家 這個世界的 一個社會 它到底 它到底 是有什麼樣的 一個性質 所以它其實 已經引起了一個 這個 這個 重新的一個思考 在這個 全球的脈絡之下 全世界的 文物的回歸 開始有一些發展 幾乎在 七零年代之後 全世界 這個文物回歸的行動 就開始在發展 台灣原住民的 跟文物回歸的議題 我認為應該 要把它 往前推 不是這幾年 應該往前推 過去的 王某盟語 Veparture H 王某土地 Veparture H 證明王某名字 Veparture H 全部都是跟回歸有關 母語 這個土地 名稱 正名 在無形文化遺產的脈絡裡面 是重要的 因為這涉及到 這個 對於 這個原住民 所擁有的 跟創造的 重新的 重新的思維 也對於這個 不我 重新的思維 今天在談文物回歸的時候 假設不 不涉及到這些 面向 我們對於回歸 恐怕只會停止在 停止在 這個很單純的物件 這個擁有權 它怎麼樣 按照法律的程序 可以給予不同意義 涉及到社會的關係如何調整 但是如果說文物本身 它擺到無形化遺產的脈絡 擺到剛才我提到的 跟土地 跟語言 跟名稱 跟自己的這個 這個 認同 名詞主觀的話 很顯然 它就會有一個 全新的官員 它可怕就 不是只有 單純的 回歸的業務 所以我在第一項 我認為 從一個文化回歸的 歷史發展 面貌裡面 我們開始面對 面對的文物回歸 可能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文化多樣性的議題 恐怕要加以主義 這是第一項 那我們把這個 文物回歸的 文化回歸的議題 再把它稍微收容一點 來看待目前 到底有多少的 這個 原住民的 涉及到的這些議題 在我們今天 必須要去考慮 我們回歸 這個 從今看待 我們發現 它可能跟 人骨有關 在我們的 這個 手冊裡面 遺到的 1973年 莫娜魯道的遺骨 在葵道山上去買帳 從文化大人文學系的手冊庫 到山上去買 所以 人骨 墓葬 是 是一個面向 第二個 跟人骨 墓葬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它又有一些關係的 是宗教的骨物 宗教的骨物 以及 比較不是跟宗教連結 而是跟政治經濟生活 連結在一起的 各式各樣的 這個 被 不同的社會 加以定義為 古物 或者是剛才 剛才 這個 孫老師有提到 這個 古物或者是 藝術史上面 被定義成藝術的 藝術的 這個 這個內容 這些 基本上跟 宗教也許有些關聯 但是它主要的聯繫的 還是在 政治跟 經濟的 這個面向 以及 有一些 更多的是跟 日常生活 可以 這個定義的 一些公益的 一個面向 那這幾個 這個 不同的 從人古 木葬 宗教 文物 政治經濟 所創造出來的 古物 以及日常生活 的 公益 最大的一個 這個 涵蓋的面向 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幾乎都被擺盡了 1970年 這個 所定義的 無法遺產 無法遺產 所以最後這個項目 可能會涵蓋到 前面的所有的項目 這個 當然不只 讓我們 開始看到 古物的議題 看到 應該要回到 部落 回到我們家族的議題而已 我們 恐怕 在將來 這個 又有了 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 之後呢 重新去思考 用台灣原住民的角度 台灣原住民文化的角度 重新去思考 揚醒文化遺產 道理資產 現在我們 也花很大的精神 把這個文化資產 做一些修正 裡面 有一條 就是有關於原住民的文化資產 必須要再另外來處理 不管是專章 或者是另外定一個民族文化資產法 很顯然 這個定這個法 會涉及到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文化 這個文物的規規 所以我任務提出一個觀點 我們覺得在這個文化的複雜性裡面 最後在面對這些過去的遺留 用文化漁場的概念來加以 面對的時候 必須要有文化的意識 和文化多樣性的概念帶入 在這麼複雜的面向裡面 我們至少可以看到 回歸其實有非常多的多樣化的模式 這些回歸的議題 牽涉到一些倫理上面的考慮 它也牽涉到了政治上面的關係 它涉及了法律制度 到底怎麼樣去定義這些物的擁有權利 它到底可不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進行複雜 在法律的層面 涉及到了文化的面向 當然它也不免涉及到 學者在思考這些文化的螢幕 它在知識上面 在學術上面 有一些 這些討論 它也涉及到了經濟的面向 過去的文物的存在跟現在 其實差別非常的巨大 既有的文物 它進到傳代社會之後 它會發生一些變化 因為社會 基本上社會已經跟過去一樣 所以社會的變動 跟文物之間的介入 就產生一些變化 所以在倫理上面 在政治上面 在法律上面 在文化上面 在學術上面 在經濟上面 都產生了非常多的不同的考慮 綜合的來說 這些單獨的一個一個 從倫理的政治 就是打字文化學術跟經濟的面向 去做討論 最後恐怕它還是要回歸 對於我們 我們到底怎麼樣去面對 這個文化 這個螢幕 或者文物這件事情 抱歉 我應該有十分鐘時間 會超過螢幕 不過今天因為 有孫老師在 所以我們時間 就把它擺到一邊去 最後 第三項 就是回歸有多樣去 所以在不同的面向上面 有不同的討論的重點 最後 到底未來 我們對於這些文物的回歸 文化的回歸 我們應該 要怎樣來人家裡看看 人人學的研究 即使早就已經告訴我們 尤其是南島旅足的研究 也已經告訴我們 剛才 孫老師提到的物質化研究 也告訴我們 尤其是 一個博物管 去規劃 當然 在這個規劃裡面 就出現了 物件本身的性質 應該怎麼來界定 而引起的 跟物件有關的這些 學者專家 就開始有一些 對角度 最後當然 就把這個位置單位給 領取這個美學家 這個他規劃 規劃到一半 就被請下來了 這個就不用再做了 這個 華國政府不是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 緊張的學家就下台 換了一個美學家 去把這個 這個博物管 蓋出來 這個當然 這個議題 將來我們也會面對 到底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 不是 過去我們常聽到的 這個民族學博物館 是民族博物館 這兩件事情 差異非常巨大 這個將來 我們會看到 這個 這個 國航力碼頭的 人出藝術博物館 因為他定位了 人出藝術 所以使得 美學家 當時在這個 尊論裡面 他不出檯面 所以就 奔明了這個 這個博物館 那奔明業 雖然如此 他花了時間下去 他看到了物件 他思考物件 到底在這個博物館 在將來的博物館裡面 如何去扮演一個 具有文化的意義 可能也會造成 社交影響 對於社會 可能衝擊的 這個角色 所以他同心思考 所以他在一本 人類學的根基 這個書 去討論 人類學的根基 從過去的親屬跟經濟 應該要轉向 宗教跟政治 但是整本書的第一章 就花了非常大的力氣 去重新去思考 到底博物館裡面 所收藏的物件 到了什麼 當然他有些 他要處理的一些問題 所以他把這個物件 在交換 以及在交換裡面 所涉及到的 禮物的系統 去做了區分 他把物件分為 可交換的物件 不可交換 但是可以作為禮物的物件 以及純粹作為禮物 但是不可交換的物件 純粹作為禮物 不可交換的物件 以及更深一層 專家法 四個方面的禮物 去思考這些物的性質 這個開展 整個後來面對物質文化 在面對物的研究的時候 是一個視野 這種視野 指得我們重新去思考 我們可能未來 對於物的研究 除了普化的 比如說歸黃 屬於哪一個族群之外 我們可能恐怕 要花更大的力氣 去瞭解 文化所定義的物件 是什麼 這些處理 就有利於去思考 應該怎樣做歸還 這個例子當然有更多 我的學生 都請請在這兒 我們看到了 這個文化定義的物件性質 我們雖然回歸已經變成 一個必須要進行的行為 就需要做回歸了 但是怎麼回歸其實爭議非常巨大 文化的確也扮演一個角色 這個毛利的頭骨 四百多個 將來全部都回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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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福西蘭 目前是被放在國務館裡面 來暫時站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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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骨 非常誤窄 頭骨回來了 但是 到底回到誰的家 不知道 它到底是第一年的頭骨 還是自己親自的頭骨 還是奴隸的頭骨 不知道 過去因為西洋人藝術的一個角度 把他移到西方去 現在回歸回來 現在等在那邊要去處理 這涉及到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這個物的氣質恐怕文化裡面有些一樣 所以回歸不會那麼單純的 把物歸還就結束了 第二點 將來的重視文化定義的這個物務 恐怕是必須要去處理 要去面對的 有關這個方面 恐怕在將來建構一種 具古話意義的國家原住民族國館是必要的 同時恐怕也要去思考 具有獨特的社會文化意義的族群國館 不統獨權國館 在將來的物的歸還跟國館之間的聯繫之間 也要按一個角色 尤其是他可能必須要通過文化來界定 將來我們面對這些物件的時候 可以用什麼樣的 現代當代的國館的技術 收藏技術 展示技術 教育技術 跟社會相關性的技術 這些技術其實是必須要從文化內部去學習 不知到底是誰 誰擁有 是如何擁有 如何進一步的到國館裡面來 恐怕將來也必須要去發展 最後除了要有一個具文化意義的國家原理民族國館之間 具有獨特的文化 社會文化意涵的族群國館應該要出現 而且還必須要發展具有文化意識的國館技術 來銜接任何不同族土之間的一個關系 以上是我們發言抱歉 超過十一 我們謝謝王老師 謝謝 王老師 我看他的手機裡頭有非常多的資訊 他有發展很多精簡的語言能力 把它那麼複雜的講得清楚 我們知道這個物有獨佔性 但是物的 展現出來的意義沒有 所以那個未來國館應該 從剛才王老師所提供的疑似的這部分 國館並不是消失 而是負擔一個更大的責任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這個政委員 政委員他有提供一些資料在這上面 我們就把這個調教學跟進行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就不依稱呼了 因為我過去在台灣省政府服務 因此我在台灣省政府服務的時候 就開始揮劃各族群的物館 在那個時期 當時的九族 除了亞美族沒有興建之外 其他都新建 那亞美族並不是說不重視 而且是最早去被動的 經費也都撥到哪影像攻守 那是因為這個部落之間 對於地點要放在哪裡 始終堅持不下 其實沒有註明 我也親自棄了兩次 也沒有辦法卸掉 所以後來這個錢還是收得起來 那這個對九族群 考慮到各個族群 希望多有他的一個物館 當然這個在憲施政府的部分 後來就興建縣級的文化館 當初是這樣 這個以我是學法令 對這個其實不是很了解 我直到說我應該要去做這個 已經推動了 那精神之後 我就到了中央 也在教育文化書 就負責這個其中的業務力一部分 後來也到中央當演藝會 後來就開始去檢討 很多各界在檢討 變成文職館 這些我們當初推動的 這些二十幾個館 就變成文職館 非常謝謝當時在行政院 在檢討的時候 陳勤那時候的政務委員 他支持我 他以當時的文化中心 當初新建的也是文職館 他說是我們政府 應該投入更多的經費 所以他支持我 所以我後來就繼續去推動這個 怎麼樣把這些二十幾個管理 要把它活化 要活化 所以當然就是經費 預算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當然要有這個設施 不是一個空空的建築物 也要有設施 要有這個人力 要有這個典商 無辜的一個收集 各方面 畢竟我不是專業 我會裡面 我處裡面也沒有專業人員 所以我就委託了專業團隊 然後找專業團隊 所以因為正好認識 這個伊勢阿利 大集合都認識 所以就委託他專業輔導 我們經費的部分 就是從人力 甚至用就業基金的經費 然後相關設施人力展示 展示的部分 設施的部分 就是教育處的經費 所以才會有後來的 當然就是要管這些人力 進來之後要訓練 要輔導 那怎麼樣去策展 怎麼樣去收集文物 怎麼樣去各方面的一個訓練 然後也才會有後來的大館 帶小館 館器之間的一個交流 大館小館之間的一個交流 或是文物從大館回到原鄉 甚至相關的這些 做了很多 所以那段時間是把整個文資館 活化起來 在行政公務部成委員會的一個廣 這個廣告制 我們很快就把它活化好 那談到這個館 因為我在今省 正好中央聯盟會 那時候是孫大方當成大副主委 我是小副主委在省府 今省的時期 那時候我們在推動 希望能夠有一個國家級的博物館 就是希望省博物館 那時候考量的是省博物館 那個移播 因為本來是省 就是現在的台博物館 希望能夠移播到中央聯盟會 但是沒有成 沒有成 所以隨著我就離開了 這個公務部門 就到也是公務部門的立法院 當任立法委員 當時我就想到這個部分 這個怎麼樣能夠 要有國家級的博物館 因此我在2012年開始 擔任立法委員 一開始在4月份4月30號 就開始跟當時的委員會主委 榮英台來諮詢 特別提到前台灣 總共有20幾個國家級的博物館 就是唯獨沒有聯盟民主的博物館 經過 其實當時當初這個 其實我知道很難 我就是點名思前博物館 我明知道 但是這是我的策略性 因為如果我是執行聯盟會 一般都是會執行聯盟會 你們要蓋啊 你們要興建啊 我從來不執行聯盟會 我都是從質詢其他的部會 因為他們去他們去提計劃 聯盟會就算順道上當時是主委 就算他是提計劃 送到相關的部會 一定會講可行性什麼什麼的 一大堆理由啦 他也會講說 此前博物館有沒有可能轉型 什麼之類的都會 但是我知道是不可能的 那天4月30號 我執行完了之後 正好跟這個林志興 就跟普通城幾個 那一位教授不一樣講 這個吃飯喝酒 我說我剛質詢這個 當我質詢的時候 林志興給在場 我質詢的內容告訴他 我看他臉色 他不太支持他 所以我就想說 跟我的意氣是一樣的 所以當時 聯盟會榮主委是一口答應 他一口答應 過了半年 第二次質詢 他還知道一個困難性 後來我就要求他 你趕快做決定 後來就開了會 開了會 結果是不同意 不同意 最後才轉折 就是要興建 國家級園主公主國 所以就開始針對行政院的院長 當時還是主任委員的 所大商也在場 當時諮詢這個行政院江儀化院長 江儀化院長 他直接就講 作為一個行政院院長 以一個行政院院長而言 我認為有一個國家級園主民主國館 絕對是政府應該要去做的 他是這樣非常明確的 但是他想的還是使用國館的轉型 所以這個後來我就說 你去問他們 怎麼他們天不天一 後來開會 他們幾個大佛開會之後 我第二次在2013年 再質詢 他已經很明確的說 在10月20日 2013年的10月22號 很明確的說 行政院已排除 使前國務館直接轉型可能性 把江澤成研員會開始處理 新建研究院主國務館的中長程計劃 雖然已經 行政院院長已經這樣子 的一個非常明確的答覆 但是相關的部會 仍然在做可信性 你還是要去協調 使前國務館什麼都 不管不論是研考會 或是這個國發會 都依然是這樣的態度 甚至說大哥 還要你去 要去 先到底去盤點 到底台灣的研究民主文物 在各個地方有多少 出了這麼大的難題 要研明會去盤點 談到這個我先講 我轉到我在教委處 當處長的時候 我曾經跟李沙利講的時候 我們來辦一個 所有台灣的研究民主的 文物的展 我們分類 我們就想 就是我是很愛 食衣住行好了 食衣住行 食的 衣的 術的 衣的 寫的 什麼各方面 我們來辦 他回去去了解到各個有這個文物的館 也許是中研院 也許是台大 也許是台報館 也許是民間人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是想做圖錄了 做一個完整的圖錄 到底台灣的研究民主的文物 在政府機關的 在民間的 希望能夠做圖錄 等下知道到底有多少 結果幾年之後竟然 這個 這個國發會要我們去了解這些 要求園民會要求到底有多少文物 他意思說有沒有新建的必要性 其實他正在做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去協調 我說你們在辦在弄什麼 很多的館在新建的時候 我說什麼很多的館在新建的時候 有出這個屏幕嗎 我就這麼怕 打不出來 我說院長已經成到了 你還出這個屏幕 包括主機單位什麼 很多單位很多意見 所以我才會這麼多的協議員 非常非常多的協議員 我都親自去協調 所以在這個國務館法 在制定的過程當中 雖然已經研究民主教育法 已經有規定了 說但是是事需要 事需要就很有彈性 事需要就不需要 大概都是變成不需要 才會從2004年到都沒有 完全就不觸及這個部分 因此在協議員法 正好在立法院審查的時候 我就整向來調調 就是說這個 會收集保存研究 研究民主文獻歷史引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集團 因是因強制性的 因設置研究民主 國務館推動研究民主 國化的遊戲發展 事實上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人事行任總署是反對的 他的理由就是說 這個作用法 作用法像這個國務館就叫作用法 不是組織法 而是組織 組織只能在組織法規定 要設施法 只能在組織法 所以不能在作用法 當時我強力的要求要定 很多的立法委員被我說服 所以就這樣通過了 像我通過了 那服務館 這個到目前的階段 本來應該是在去年 就已經確定是三陰 服務在三陰那邊 陰哥那邊 正拿輪替之後 現在正在重新行持作業之中 那國務館法在製定的當時 我一直在思考 文物的部分要不要把它定進去 文物的部分要不要把定進去 是當時我有在思考 但是我是擔心 因為文物的爭議 各方面還說的 不一定講爭議 很多不同的考量 會影響到我要設置國務館 這樣的一個條文 所以我就想說 先把它蓋起來再說 國務館法以後還是可修 非常謝謝今天台大研製中心 你們這樣名稱叫 研明中心 研明中心 那時候我們跟大川他們一起 還在研明會的時候也在推動 所以能夠辦今天的一個這樣的一個 大家找方家協議者 一起來討論這個部分 是非常好的 也讓我們未來如果 如果我現在還只能講 如果畢竟還沒有正式開始啟動 這個國家企業 住民主國務館 預算本來已經框內了 現在也沒有 因為現在還在閒止作業 所以這個中央者計畫 是不是還會有所變動 我們必須還要繼續的去努力 我們也一起來努力 所以今天這樣的一個大家的意見 會是未來整個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推動的一個意見 甚至如果還要透過立法的話 也是一個非常可以參考的意見 所以我可以特別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講太多了 而且我今天情人特別多 可能時間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會先離開 也請大家致歉 有那個諒解 也請大家能夠諒解一下 謝謝 我們謝謝政委員 那現在是要送你三位 OK 好 那如果政委員等一下離開的時候 那個我們就不再中段會議了 那接下來我們是請這個蔡老師 那個 我稍微那個 一個總結一下 剛才重點的問題的這個事情 那原住民族博物館這些事情 跟今天我們談那個博物館跟這個物牌 還有跟這個 他原來所處的這個談鬥之間的關係 那個的確是一個非常有建設器的想法 那一個籌建中的原住民國務館 特地一定是牽涉到很多跟原住民族 原來的國務員官 那這個國務館 如果他開始在籌建的時候 能不能加進去 今天我們其實這個組織 這邊也會有非常重要的思維 在這個國務館裡面變成一個 跟其他的國務館在成立的目的上面 有很大不同的這個組織 一定可以好好想一想 這個國務館應該也會有非常深刻的 這個去牽涉跟反應 那我們就請這個 莎老師 好 大早 今天的主題就是我一直在想過應該 應該從哪個面向來給大家分享的一些想法 我們畢竟討論到國務館也好 或者是文化智商也好 都不錯的專業 那所以我今天在這裡我覺得應該是 比較希望能夠從一個法律面向的討論 來跟大家做一個想法的交換 那第一個我想提出來跟大家討論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從過去到 所以說從過去的這樣一種歷史來看 原住民族的文化為什麼會被採集 為什麼要被採集 那又為什麼要被展示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然後在法的想法來說 也就變成說我們通常會 因為我們通常不會去想要把 不是屬於自己的東西占圍其餘 那可是為什麼我們對於原住民族的東西 或者是文化會以一種 占有的方式來去表現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從國家跟原住民族的這樣一種 互動的過程的歷史來看 確實包含在台灣的原住民族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國家 境內的原住民族也都一樣 就是我想這個是這個城槍爛調 幾乎就是城槍爛調 就是原住民族的法人格啊 從一剛開始就是被否定了 就被否定了 所以在日本時期 其實很清楚就是說 像那個一個很有名的法律學 一個叫剛松生態 他就他提出來一個原住民族法 一個的建築就提到 當時所稱的森藩 在社會學上也許可以視為人類 那在國際法上其實是可以視為動物的 那對於日本來說 在當時佔領台灣這個階段 他們不認為森藩可以取得 日本帝國成名的地位 他甚至不是一個法律上的個人 而只是生活在日本帝國民族的動物 所以由於日本統治當局 必須要對他的行為負責 所以認為日本政府的統治力 是可以進入升班的 所以類似這樣的一種 法人格的討論其實會影響到 我們在整個這種 不管是政治經濟社會 甚至是長年生活當中 去看待原住民族這樣一個群體 以及他所表現出來的這種行為 或者是生活的內容 這是 那這個就會影響到就變成說 我們過去常常都把原住民族的文化 很容易的就認為 它是一種充滿強大公共性 以及落入到公共領域去做管理的這個項目 或者是內容 那可是我們也都認為說 另外一個角度是 文化其實有非常大的一種公共領域性 比如說我們看另外一個在規範文化 非常重要的法律叫著作選法 那著作選法的第一條也提到了 我們要保障著作人的權利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調合社會文化的意義 跟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所以文化內容本身其實 終究來說 它必須要充實這個社會的文化發展 我作為它最主要的目標 即便我們在某一個階段裡面 必須給予一個權利的施權上的保障 但是最後它必須回到這個文化 社會當中去作為一種公共性 讓大家都能夠盡用 那如果這個前提是被建立的 那我們如何去看待原住民族文化 是否也應該直接掉入到 這個公共領域裡面去 即便我們給它一個權利的保障之後 是否也應該直接進入到這個 廣義的大家都應該能夠盡用的 公共領域裡面來 那比較有趣的比較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看到 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 叫原住民族傳統智慧雙作保護條例 那這個第一條裡面就提到了 我們要保護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雙作 它的目的是要促進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 所以跟諸多權法兩個條法比較起來 就差了 那個主體性就不一樣 諸多權法要保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雙作保護條例 保護條例是要促進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也就變成說 原住民族的文化的公共性 其實跟社會大眾的公共領域 這個概念本身應該要做一些區格 跟這個這樣一個在法律上的情侶感 那我想原因其實我們可以嘗試的去 從整個歷史的脈絡裡面去看到就是說 因為過去的原住民族文化 缺乏了一種法律上的支持 讓它能夠一個比較屬於這種完整性也好 或者是一種以我們一直在講的 這個主體性的建構的極度缺乏 所以我們特別會需要在 社會大眾的公共性當中 去畫出另外一個屬於原住民族的公共性的 這樣一個概念出來 所以如果這個概念能夠被建立 或者是能夠被接受的話 我們也可以再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就是說我們到今天有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有了很多其他的這種原住民族法規 其實究竟這些法律的目的存在的價值 究竟是什麼 所以那這個角度其實我們可以再從 憲法的內涵裡面去做詮釋 也就是說憲法在同一年徵修的時候 增加了第十條 第十一項跟第十二項 而這兩個條文應該是要放在一起看 也就是說持久條文的第十條 第十一項 說國家肯定多文化 第十二項就是一個原住民族條款 換言之從體系的結構裡面來說 我會認為我們要能夠去完成 憲法所設定所要保障的 多文化價值的前提 必須是以能夠讓原住民族文化 能夠被完整的被實現 這個權力本身要能夠被建立起來 他的這個憲法當中所設定的 多文化這個價值才能夠被完成 那也就我主要的想法就是 從這個角度出發 我們就可以來看到就是說 在整個原住民族文物歸還的議題底下 其實有很強大的一個概念 是要去重建民族民族做一個 不管是政治的實體也好 或者是文化的實體的這個概念 要來去完成它 所以我們常常在談到這個文物的歸還 或者是這樣 今天我們所討論的問題 大致上都會以這個美國的NACRA 進來去思考這個文物歸還的問題 那當然我大概整理一下這個 美國的這樣的一個原住民族的歸還法規裡面 它確實是有提到幾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其實在這個法律所規範的一個請求方 請求方其實它主要涉及到三個不同的群體 一個是原住民族的這個直系的後裔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原住民族的印堅章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那個夏威夷的NHO 就夏威夷的原住民族組織 那它請求的克里其實是以這個Cultural Items為主 它所定義的Cultural Items 當然包含了這個遺骸、殯葬物、生物、文化遺產 那比較特別我想要去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在這個法規裡面所規範的相對方 其實是以這個聯邦機關跟博物館為主 但是比較沒有去牽扯到這個私人的收藏 私人的收藏的部分 那這個議題如果我們從法律的觀點 去談它的時候其實就會變得比較複雜 也就是說私人的收藏把它建立成 是一個財產權的時候 那從法律的討論財產權是有一個 持續發展的關係 如果你今天要去回溯性的 要去產生一種這種歸還也好 或者是徵收也好 也就是要讓它脫離原本的財產的狀態 你等於是要去改變這個財產能發生的時序 那這個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 這種法律上的條件或者是論述 你才能夠去建立起這樣一套的討論 那其實就可以回應到 剛剛王老師一剛開始跟大家說的 博物館其實有很強大的一個 歷史正義的角度去討論它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要去討論到 這個博物歸還這件事情 特別我們先撇開應該分成公領域 公部門跟這個私有 這兩個層面來說它 那如果是私有的部分 其實就要回到我們剛剛所說的 要可能也許沒有辦法 從現有的法律制度當中 直接的去改變這樣一種財產權的歸屬 而必須要有比較強大的 歷史正義轉型正義的角度來去思考它 而對於這個公部門來講的話 公部門來講的話 其實反而我們會看到 這個在加拿大的一個發展 你能夠去看 它大概會有兩個我覺得滿值得來說的 比如說它在這個2001年的時候 這個加拿大它跟這個 應該是它的歷史博物館 就制定了出一個 文物歸還的這樣一種政策 那這個政策可能其實是由 加拿大的第一民主義會 跟加拿大的博物館協會一起去理訂出來的 在這個文物歸還的這樣一種形式當中 其實包含了這個 所謂的Sacred Materials Project 那中文也許叫聖物計畫 那這個聖物計畫本身其實 它有一個 它必須有一個相當完整跟 這個相當完整的參與跟諮詢的過程 讓原住民族去參與到在博物館 它所收藏的這樣的一個物件當中 怎麼樣去定義 怎麼樣去理解 怎麼樣去解釋 這樣的一個跟原住民族文化 有相連結的一個文物 然後再適度的看用什麼方式 那也就是說其實讓原住民族在參與 整個收藏品的這樣的一個登錄跟紀錄 然後再透過將領的協商的過程 讓它能夠以最合適的方式 回歸到這個原住民族所有 那另外一個其實在加拿大所採取的方式 就是一種條約的形式 那這個其實在BC已經 在British Columbia已經有一個先例 是值得我們去參考的部分 那最後一個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因為我先前大概過去一年的時間 在幾位老師的幫忙底下 有來去協助這個文字局 草擬的這個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的 這個保護的一個辦法 我想再多多很多老師 在這個過程當中給我很多一些想法 那我所提出來 當然這個文字保護辦法 並沒有涉及到這個文物的歸還 那我只是想從我們在草擬這個辦法的 一些思維來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從法律的角度來說 就是我們今天之所以會去討論到 原住民族的文物的這個管理權 目前不要增加所有權利 就是一個管理的權利 即使是從國際上面的發展 當然原住民族權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參考的這樣的一個規範架構 那他也提到了這個十一條一項 也說了原住民族有權利 信守振興自己的文化傳統跟習俗 有權利去保留保護發展 他的文化在過去現在跟未來的表現形式 然後三十一條更進一步的說了 原住民族有權利保存 保護保護和發展他的文化遺產 傳統知識和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 兩個這種宣言裡面所強調的一個價值 就是我們在這個文化資產 有關於原住民族的保護的想法底下 其實一直要強調的兩個基本價值 就是一個原住民族的部落的參與 的這件事情 原住民族部落參與 跟原住民族部落管理 這兩個價值的這應該是要回到 有關於原住民族文化的各種表現形式 上面的一種這種保存掌管 保護跟發展的兩件事情 那只不過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的個人的感覺 就是說不少的朋友們 不少的朋友們其實對於原住民族的參與 跟管理的能力 仍然是抱持著比較保留的態度 那所以我倒是會覺得說這個很多時候 其實反而是一種重新建立一個信任的關係 然後才能夠把這件事情 朝向一個比較好的方向來去做發展 那我先做這樣的一個發言 那分享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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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教授 那個原住民族多樣的這個支持保護 或者是這個傳統智慧創作法 等等這些 就是這個過去非常努力的事情 那從法律的觀點來看 都一個非常重要的 事後最重要的基礎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看實務上面 那個台灣博物館的這個過去的做法 以及產生了什麼效果 以及例子 我們今天這場主題叫做文物的流動 我也想從文物的流動的角度來談一下 而且我想談的也不只是台灣的博物館 而是我所瞭解的世界的那個內學的博物館 特別是歐美還有亞澳地區的博物館的趨勢 我觀察到了文物流動的方向 其實假如說我們把時間放久一點 有人說二十一世紀是博物館 第二個博物館的世紀 那麼第一個博物館世紀 大概也就是在一百年前 那麼比較起來 從文物流動的方向方面來看 你會看到 其實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 從我們會看到 有人說是人類學博物館的入場的黃金時代 其實在那個年代 數以千萬計的負荷文物 正以史無潛力的規模和速度 流入各個世界的博物館 我們在許多博物館 像我的同事 我們其實都把這樣子的趨勢 當作是一個末日的訊號 如果東西都被拿光了 我們博物館還可以工作嗎 那麼沒有想到最後才發現 原來就俗之道也存在其中一體 其實就世界 就上個世紀來講 其實我提一個例子啦 不是台灣的例子 那麼就是有一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密魯有一個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 一個古 就是古這個 敬家帝國的古 古這個禮子 叫馬丘丘丘丘 這個我有提到 他在1900年 1911年最大的是很轟動 因為耶魯大學的考古罪 在那裡挖了幾千件文物帶回去 那是一個人類學博物館 這個娃娃娃好多重大的東西 然後才知道原來這個禮子這麼多大 你知道100年後 1911年 2011年發生最終的事情 這些東西 耶魯大學全部還給密魯政府 多年來密魯政府一直沒有要求 一直要求還在耶魯大學都沒有還 最後密魯總統直接跟歐巴馬講 歐巴馬自己去勸奪耶魯大學 終於在2011年還了 所以說其實 相隔100年 整個大的 國務館界重大的事件是 上個世紀如果是發現 這個世紀就是迴環 那麼其實這不只是 不只是這個 國務館界有意義的事情是迴環 而且在 逐漸其實就人類學博物館來講 過去他自己的物資文化收藏 逐漸在理論 甚至在倫理層次都逐漸變成一些 國務館像大學 或者是研究中研院 或者是研究中研院 其實都逐漸的 他的國務館跟他的研究方向 其實逐漸的沒有 沒有那麼相關 那麼這個 但是又是因為這歸環的事情 反而歸環的方向 反而是讓自己的那些 國務館的場景 他重新找回他的 叫做什麼 歸屬感 或者叫做相關的感覺 那麼其實更懂事的是在某些案例 像NACRA的案例 美國的案例 你可以發現其實在歸環是 歸環這件事 又為很多國務館 提供了很多新的工作機會 那前一陣子我就有一個 Cesonia的一個 指導研究員來找我 那其實他說他的雇用 他的經費全不是說來自這個NACRA 其實可以 因為要歸環 所以要有很多這個歸環 他要做整體的調查 所以大部分後期的人類 21世紀人類學國務館的 主要的經費來源 都是像NACRA之類的歸環 歸環的目標 不為歸環而造成了 人類學國務館的工作機會增加 其實這是很實在的事情 當然不只是如此 從這個就我所瞭解的 國務館的文物歸環 不僅造成這個國務館本身的褪變 其實我覺得文物本身也會有疾變 那麼我經歷過好幾次 文物迴鄉的 我也我有這樣子的感觸 就是對我自己來講 或者對我們一些同事來講 這個國務館裡面的文物 我們其實比較習慣 好像叫做標粉 標粉聽起來好像是有一點 有點好像非常詳細 蝴蝶標粉是有點冷酷啊 但實際上就是如此 它其實是一個懸殊的材料 對大部分我們來的研究人員來講 其實它就是個學術的材料 那麼當然是文化的 跟文化有關 但是其實它又不直接等於文化 但是在這些文物送回鄉以後 裡面它可以產生一個變化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傾向就是 它變成一個文化遺產 就是 就是 反而是部落的人 或者是這個原原初部落的人 把這些文物 不論是這個古代的文物 或者是當代的一些作品 它把它視作是一個 好像文化的代表 遺產 就是我們人類學講的遺產 傳統文化 其實這些 對我們人類學家 或者是人類會博物館來講 它其實不等於那些物件本身 那些物件本身 其實是 只是文化傳統的產物 那麼真正的我們的理論上面 比較重要的文化的基因 應該是一個 像城市一樣的東西 不是一個實體的東西 它只是一個文化的產物 但是回鄉以後 你會發現它變成真正的文化 當然是變成一種文化遺產 人家 大家逐漸的把它看成是一個 類似傳統的代言 或者文化的代表 當然更帶著感情去看 我覺得這個 這個巧妙的轉變 其實 其實是很有意義的現象 那麼 另外一方面也變成 文物的所有權 變得更重為爭議 當你把這個東西 視為一個團統 視為一個文化 那誰要該擁有這些文物的爭議 就因此而產生了 那麼這是一個文物回鄉 文物揮盤的第一個 最後的一個 一個趨勢效應 那麼 我想今天也沒有太多時間 也許待會兒 會有更多時間來談談 台灣博物館的這個 博物館界的賛華 一個現象 我只能說整體來講 其實台灣其實完全缺乏一個 像剛剛蔡老師 蔡教育所講的 NATRA的一個 法律架構來討論或盡情 任何實質的規格 但是在缺乏這個架構之下 其實我觀察到的21世紀以來 一些台灣的各種人類學博物館 他都以他自己覺得最適合的方式 像是前幾天 這個台大跟萬一旺家部落的雙面石雕的結伴儀式 或者之前的那個結婚儀式的方式 都組林輝娘家的模式 或者像台博物館採取文物暫時回鄉的模式 或者是甚至在座的科博物館 或者還有這個史前館 還有甚至順義博物館 也都各自發展出某些 與地方博物館合作 地方部落社區合作的模式 那麼就某種程度來講 你可以都把它視為一種規範性的交流 當然真正實質的規範還是沒有成 那麼在缺乏法律架構之下 因此我覺得在未來 我們應該有兩個關鍵性的議題 應該要思考 第一個是台灣是不是要發展出 像NACRA一樣的法律架構 進行實質的規範 當然NACRA其實今天沒有時間 談太多它有它的規範的 它這個法律其實有它的背景 台灣適不適合要這樣子做 規範以後該規範給誰 NACRA剛剛蔡老師有講過 那其實有的是牽涉到規範的對象 我要還給不要還 還給誰 我要還給比方說那個旺家 那個雙面師傅 大概還給旺家部落 還是藍藝的 藍藝有個文物館 藍藝鄉的文物館 那個是槍公所 藍藝鄉公所的 那還是屬於旺家部落的 那還是屬於更大的 接下來要成立的國立原住民國務館 還是屏東縣文化 屏東縣的文化 原民處也有一個國務館 所以它到底要還給誰呢 這個倒是即使我們要成立一個法律架構來討論規範的話 也要思考的問題 第二個當然就是剛剛蔡偉明一直在成立的國立原住民國務館 它在這個角色裡面 當然國立原住民國務館有它的其他的意義 但是在文物規範這個角色裡面 國立原住民國務館要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呢 那麼它似乎的現在的想法是說公分這個人類學國務館的文物 看起來它是希望是說它直接把這些在國立國務館的人類學的文物 原住民的文化儀這些直接移到國立原住民國務館 但是這樣子是真的規範嗎 那麼也就是說這些文物你要讓它回到 你剛剛說在座有那個獅子鄉的這個 內文部落的秀萱館長 這個前館長也在啊 他可能更希望獅子鄉內文部落的大規文的文物 其實回到獅子鄉的文物館 而不是放到另外一個國立博物館下面 其實這個國立博物館也是原住民博物館 因此這個牽涉到到底我們這個文物規範 如果要規範的話 它是要再繼續從一個中央政府 國立的機構博物館 甚至這個博物館的制度架構之下 可以釋出來回到真正的部落的地方的手上嗎 還是我們讓它回到地方 但是還是讓它放在地方博物館 那剛剛鄭委員也一直在講 其實台灣已經有29個地方博物館 那其實還不允許 還有一個原住民文化發展中心 它也有一個博物館 其實就原住民博物館的角度來講 它應該是比較屬於原住民博物館的 那它跟這個國立原住民博物館 在歸反這件事情上面的角色 該怎麼樣的分工 那麼其實也是我們該思考的 那麼其實但是最後我覺得看起來 不論是要回到國立的住民博物館 或者是回到地方 其實博物館這種制度 和這種機構看起來在未來的時候 大概都不會在我們的視野中消失 所以下一場的這個可以講 所以就是在談原住民和博物館 博物館其實對台灣 對原住民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陌生的機構 但是它是一個 就是一個無巧不成的 就在這個時代成為一個很值得 大家利用的一個特殊的制度和機構 所以這個制度機構如何 未來它跟原住民博物館如何相處 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意義 但是這是下一場的意義 我今天就報告這個 謝謝大家 我們太認真了 我們把這個茶序的時間也通通談光了 這是我的錯誤啊 我沒有好好掌握這種時間 我來特別替李子民講一下話 當作一個國家裡頭收藏最多的博物館來講 他長期以來帶來人類學者的同樂 願意踏出這一步開始做這個事情 我相信他應該有很多的壓力 這個一定有這些不太能夠諒解的人講說 這個在這個觀念到底在做什麼 剛才子民也提到說 那博物館的館場通通還光了 那博物館還要幹嗎 我的感受是其實只要參與 你從中創造的意義之後 事實上所有的博物館就感覺得到心聲 我想這個這幾年 那個台灣博物館開始走大阪代表館 或者是文物改鄉的這些工作 我相信可能沒有這個經費變得比較多 但是工作變得比較多是真的 我覺得看起來是以下都活起來了 好 那我們今天早上的這個 第一場的這個會議我們先到這裡 我們可以休息多少時間 維持下去 維持下去 喔 休息10分鐘 好 那我們就下一場的這個禮堂 跟主席請準備 也謝謝今天這個第一場的這個蔡老師 王老師還有自己 還有鄭委員 我們那個休息10分鐘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大家好 那我們就開始第二場的討論會 我們第二場主席是 博物館與原住民文物的新關係 我們這一場有五位來賓 這名的第一位是在我昨天的 慕農族海專鄉的文物館的 特館教育員 這個馬田先生 其實他也是 近年來這個臺灣 這個民主席的 民主席的國務館裡面 這個經營的最有聲有色的一個館員 他從海專慕農族文物館 今年來之所以能夠 這樣子結束的表現 其實應該叫做應該歸功於馬田 他不只是一個很有規劃力的 在地的部落的一個青年 而且他只能在對 博物館與原住民的關係 很嚴重 所以他自己主導的體驗 第二位就是何瑞平老師 何瑞平主任是中央院 修院民主學研究所的 博物館的主任 其實剛剛已經提過 其實臺灣的三個體驗 都長原住民文物 叫古老的單位 一個是台大 另外一個是台灣博物館 另外一個就是 中央營業民主所的博物館 這三個博物館裡面 其實都常有 不只是有非常豐富的文物 而且歷史悠久 因此也都是在 這個文物是否要歸還的 一個紅色名單裡面 我們可能帶回可以聽聽看 這個藝術所博物館主任的觀點 在我旁邊的是 林志欣是史天館的副館長 我相信大家也大概都知道他 不只是博物館的資深 在博物館界非常資深 同樣也是人類學的 台大人類學的博士 本身又是非常豐富的 其實他就是今天的這個題目 這個具體的一個結晶 就是博物館原住民還有人類學 三個都不說 其實都不在他身上 所以 原住民結晶通常是痛風 好 對我旁邊的這個孫葉齊老師 他本身是一個大武農族 他是一個老師 工藝師 我們在文物歸還 談文物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創略了一個 名譜族的一個角色 那其實孫老師不只是一個 一個編織的老師 而且他是本身大武農族 他對自己大武農的文化 也非常的關心 前一陣子他在自己自己做 而且我們前一陣子 在海章文物館辦策展的時候 他最後還來開 為我們的這個孫農族 海章文物館開了一門客 做一個織品的這個布置的訓練 把我們台北館的文物要離開之前 先去訓練 他訓練的非常嚴謹 我看馬前其實都不太敢跑到 那邊去怕覺得實在太深了 我們下去已經會丟臉 所以都離得遠遠 他真的很非常的專業 那麼最右邊的是莊德財 那麼他是太武鄉公所的社會科長 那麼其實太武鄉 他今天要報告的就是 那個去年台大博物館跟太武鄉家庭部落 這不是有一個婚禮嗎 那麼其實我們其實報紙上新聞上 或者比較看到都是都市的觀點 或者博物館的觀點 但是比較少人從部落的觀點來談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難得今天能夠 他能夠來讓我們提供一個另外的角度 從部落的觀點 怎麼看這樣子的一個文物 為什麼會流落到博物館 然後為什麼最後用婚禮的形式 來解決這個文物規盤的問題 那我想今天的這五個人都非常具有特色 那麼我想就把時間就 我就不大費時間 那就把時間交給第一位 馬田先生 大家好 我的布農族名字叫阿姆爾 不過說這個人真的很高興 就是可以受到邀請來這邊做一個 算是一個分享 那早上你大早坐火車來嗎 我覺得這還不 平常好像不會覺得這麼遠 今天特別遠 而且特別暈 特別頭暈 然後就覺得說 其實對我們來說 特別對部落來說 那台北這件事 其實有時候還真的是蠻花體異的 所以我就特別感動說 那個大館帶小館 可以從台北這樣到一個偏遠的地方 到一個這麼小的館裡面 去做這種文物板箱 其實它光是這件事情 其實對部落來說是很鼓舞的 很鼓舞的 因為我相信我們在 有時候李老師 我實在沒有提到 其實部落人對漢人 來這邊做一些 有的沒有的 其實都還蠻好 也會覺得說 也很好 可以來幫我們做很多事情 但是做什麼 還不倒是為什麼 只是說 只知道說他們來幫我們做很多事情 那回頭來講一下就是 其實我今天能來的話 我也是希望是能夠代表 台灣的二十八個二十九個地方博物館 做一點算是一點經驗上 或是一些想法上的表達 因為其實最近 源自於博物館的設立 就是國家企博物館的設立 其實我突然發現 好像我們多了一點可以講話的機會 因為前陣子 劉民臺也在找地方館人來談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對這件事情 其實反應可能 有時候地方的人反應 其實有時候沒那麼大 然後對無物 對那個無物波音館這件事 其實也沒有太多討論 其實這讓我覺得其實蠻特別的 因為就是說 其實大家關心的東西 其實跟大家所關心的東西 可能有點很大的落差 很大的落差 那其實這個也傳到一件 這也讓我傳到一件事就是說 地方館也算是我們說的博物館 那這個博物館 有沒有可能創造一些更多的機會 讓我們主要人可以去了解這件事 或是參與討論這件事 甚至會有沒有機會在地方館 去一起決定無物規緩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也不可能 有那麼多機會到所謂的這個 都會區參加大博物館的一些 這種討論的機會 可是地方館如果它有辦法的話 甚至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平台 公眾議論的一個平台 一起去討論什麼叫做無物規緩 或者是我們 它如果規緩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那了解之後 我們才能夠講出我們的想法 講出我們的想法之後 我們才有機會 討論它能不能被實習 找到一個我們都可以接受的方法 因為其實 台福館的無物 回到地方館做展覽 其實不瞞大家說 其實真正有相關生活經驗的 已經慢慢的不多了 我想丁老師也知道 其實我們在做天音的時候 很多無物其實找不到 找不到相關的經驗 就是那個老人家不一定有那個相關的經驗 因為像現在七十幾歲的老人家 真正有在投 有經驗成家編織的 其實已經很少了 因為很多人說 他們其實那時候 已經開始用很多現代的東西了 所以我有看到 武物館 那個台福館裡面的東西 有些東西反而不太到 那只能夠透過一些很片段的記憶 那甚至是透過重新的武物重置之後 才去回去瞭解那個是什麼 我在想說 那再拉回來講 其實地方館的出現 其實大家還就是 就是跟剛才鄭委員講 就是 它跟大館帶小館出現了很大的關係 那其實大館帶小館 我問大家如果了解的話 其實原住民地方館出現 其實就是希望 政府其實就是期望 原鄉有一個自己的地方館 然後透過專業的博物館的功能 去讓原住民可以有自己的主體 其實本上很自主的去做 武物的研究收藏 做展示 當然他們也更希望有很多經濟的效益 不過大家也知道文字館 文字館後來出現文字館的問題 主要是軟體跟議題沒有筆記 那我們館也很柔幸的在搖位中 一百個隊區裡面 我們是列為其中一個 那時候鄉公所也寫了很多報告 要去報告說 為什麼我們其實不是文字館 其實很努力在做這件事情 我就回去看了一個書 他用一張A4的版面 就把我們寫成文字館 其實想一想 我想對那些在地方工作來說 是蠻不公平的 因為其實如果真正深究的話 其實它背後很多結構的問題 像比如說它 它是在鄉公所底下 這個位階其實就是很大的問題 當然後面也會有機會 大家可以談一下 然後後來有一系列的活化政策 那其實裡面最重要的大管代曉館 就是很重要的基礎 因為它促成了 我們有機會 可以跟所謂的民主血國務館 有一個合作跟對話的機會 那可是真正這樣看下來 其實真正有做到這種所謂 把館藏屋拿出來 當作是互動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其實並不多 整個看起來 可能在大管代曉館裡面 可能就只有台國館 因為其他管可能採用的方式比較 我稱之為風險比較沒有那麼高 像徐薇展盒就是一種方式 那可能還有一些比較 其他的方式去辦一辦 這樣不太可能會把館藏拿出來 所以其實上 能夠參與到台國館的文物板牆 其實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館都很期盼 能夠跟台國館合作 因為光是寶物能夠回到家 回到戶鄉 那個光是媒體官做的效益就會很高 然後再來就是 基本上就像廖說 它是一種 特別像是一種文化遺產 它就不太只是標本 它對於老人家 對於地方來說 它是更有某種文化的 我是認為有點政治性 就是它可以標榜 某一種文化的正統跟傳統 那到底到底是不是屬於它的 有時候這個還可以再討論 因為其實有些文物 到底是不是自己相似的 其實我們自己在私底下 會有很多討論說 這個真的還是不太有看過 這樣子 那所以文物板牆 其實對地方館來說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之外 其實深究來說 其實對一個條件 不是很充足的地方館來說 這個機會其實有助於它提升 那提升是提升什麼呢 就是從議題上 基本上我講比較直接 就是相公主會被迫 管理單位會被迫 要去配合這樣的館長的物物回家 就像我們 李老師他們的文物來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有兩台懸吊式主持機 然後我們馬上就加了水電費 因為那個電要開24小時這樣開 那整個四個月下來 那個電費幾乎花掉了我們 測試來費的一半 可是 測試來費也沒那麼多 就是很多 那個相公主的主機還為了這個東西 我們還開了一個檢討報告 對 那可是他們也 因為這個機會知道說 其實無物回家這件事不簡單 不是說你想回家就回家 其實你光是裡面的這個議題 要去維護它 其實對於工作來說 就是很大的吃重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五物回來之後到底要做什麼 這件事情其實 地方的人也在思考這件事 五物回來之後要做什麼 其實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面對展場 最後會離開 展場五物最後會離開這件事情 我們深深體認到 其實要把它背後的東西留下來 可能才更重要 因為這才能夠超越實體五物 另外被在現代的狀況上回來的 這個很大的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因為它回來了 我們看到傳統的東西 我想說我們在路過的中場 醫療師應該也有發現 其實路過有兩種的很特別 祈勞跟公益師 祈勞進去之後 他能夠引發的都是他 個人過去生活情感的部分 所以他會講很多神話故事 可是公益師在裡面看到的不一樣 公益師看到的是那個知法跟真路 他看到的是 延安過去的人在製作這個東西 有一定的斯文 甚至還有一些材質的處理 所以這兩種人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他可能就是 我們如何去處理文物背後 要留存下來一個很重要的載體 所以基本上 從一開始我在設定入庫的名單 到最後服務回鄉 進到展場裡面做製作的人 幾乎都設定這兩組人 因為參與的名額有限 畢竟不可能說全部整個部落參與 所以我們特地有設定了一些 對這種東西有熱忱的人 我們基本上也設計了很多 相關的教育活動 甚至還有陳老師幫忙做的文物重置 甚至還有很多最後下跌的一些工作 其實我們都在試著去把文物背後的那個東西 能夠借這個機會留存下來 最主要是因為這些人有可能就會變成 我們未來在推動文化附贈 很重要的團隊跟基礎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基本上他們的層次 我稱之為層次 他們所知道的東西 不會因為文物在更前進 因為他們看到了過去那個 更早起傳統的那個技法 甚至那些可能出現的那些 沒有在看過的材質 或是處理的工法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文物環境對我來說 除了我們暫時先拋開 文物是不是要回來的這件事情之外 其實我們更想要面對的是這件事情 因為促成實際上的文化行動 可能會是我們現在更需要去做的 他可能會更在短期之內 我們在考慮文物回向之前 可能我們更需要把握的一個重要的工作 當然最後我們是談到就是說 國家級國務館要出現 其實我們對於我們原商地方來說 我們會希望的比較是 他能夠去碰到他的能量 能夠去解決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 就是可能是在專業上 專業上包括不只專業是人的 跟技術的還有什麼環境上 他就是我們原商對於國務館是什麼 其實不是很了解 其實我們更需要更多的機會 去了解這件事情 如果在國務館可以跟地方 關聯成一個很好的一種 廣際合作的關係 其實原商知道國務館是什麼 然後去幫助他們現在對於 正在基底從事的無必足的教育來說 應該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了解國務館的時候 可以去運用它 去幫助文化附贈這個工作 我想這個可能會是 我們對國安藝博物館 出現一個很重要的期待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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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好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這個場合 剛開始童元昭邀請我的時候 我才說你有沒有搞錯 OK 因為我的確自己的研究 不是做台灣原住民 後來到了半天我才知道 原來我是因為是做國務館的館長 這個職位我輪到做國務館長的職位 所以今天讓我來這裡 然後我今天到了這裡以後 我來知道這一切都是李子民的規劃 OK 然後可是今天我也很強硬的看到 今天第一場正委員的這個 台灣的這種國立國務館的這個名單裡面 沒有民主所 OK 沒有民主所這個單位 然後可是大概原住民的國保 第一個認定是在民主所 然後剛剛李子民也說 這個我們要面對這種文物返還的問題 那我在給你們的power point上面 我沒有講我的立場 因為我沒有講 因為民主所事實上 你要說他現在對於返還有沒有立場 我想是不可能有立場 為什麼 剛剛那個蔡老師也說了 沒有法律架構 OK 你怎麼返還 OK 然後再加上所有權人是誰 這個才是最大最大的問題 要怎麼去界定所有權人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都還搞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要還給誰 還給地方國務館 還給另外一個國立國務館 是這樣子嗎 OK 那這個是怎麼還任何的國務館 OK 有權力代表他這個文物的所有人嗎 那這個所有人到底是誰 而且這裡面都是一連串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民主所我覺得到現在 我們大概對這件事情來講 這些問題在沒有解決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只能扮演的一個角色是 我們是真的是在管理保存 OK 保存管理然後設法促成交流 那所以我今天可以講的一些事情 大概就是第一個我可以稍微講一下 國務館的就是民主所國務館的 這種原住民館藏的簡史 事實上他一開始收藏是1955 1955年1956年的時候 1955年年底就開始收藏了 那1956年成立標本市 在1956到1968這一段時間 事實上是民主所台灣原住民館藏 最豐富的時候 那他到現在為止還佔了80% OK 那然後同樣的 我們還有一批非常寶貴的項目 也就是因為民主所的國務館 是一個研究單位的國務館 所以事實上研究的地圖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每一趟的田野的工作 事實上就伴隨著攝影還有收藏標本 這個就是在那個階段的時候 因為林存生的關係 所以造成了一個局面 那個時候留下了5300多張的黑白影像 全部都是台灣的原住民的 而且全部都是50年代 56年一直到差不多1968年左右的相片 那這些東西全部都已經在我們的數位點藏 還有國務館點藏文物和田野照片上 我今天會發這個 也主要是打一個廣告 所以大家就可以點上去 去看所有的這種相片 而且這些相片都是可以申請的 都是可以申請的 都有很好的這種程序可以申請 然後我們在2014年的時候 曾經做過的一個展示 那在這個展示的時候 我們就曾經討論過台灣的人類學者和原住民研究 那在這個特展裡面 我們事實上就用到了很多很多這種 國務館收藏的相片和物品 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也可以上這個網上 因為這個特展已經成為了一個數位展 所以大家都可以到那個網上面去看它 去瀏覽它 那個上面是相當的豐富的 然後我們在藏品的研究保存和流通上面 我想我們做過的事情 當然我們的確搞一個頗為美倫美幻的這個國務館 所以這兩大間的國防 你們大概都看到了 一個在那邊的一個在這裡 OK 這個是民主所國務館的現狀 研究是我們的主題 它之所以會成為國防 完完全全是跟它的研究的材料非常非常豐富 而且使得我們可以講出這個物件的重要性是什麼 所以沒有研究搭配 這個國保要成立 當然它有美學的一個判定 那所以使得2016年的時候被指定為國保 那同樣的阿美族的答案 這個主屋的這個雕刻柱呢 也是在2012年的時候指定為國保 研究、收藏、研究、收藏、持續的保存和研究 這個事實上是我們還沒有完全公開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也是跟阿美族的答案家非常有關的 可是你們看到它的毀損的狀態 那我們就以從1956年58年收集到現在 它並不是因為國務館收藏變成這個樣子的 而是它收藏的時候就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所以它收藏這個樣子 我們就天天給它薰真 我們就常常薰真它 保存它 使得它現狀還保存得非常的好 然後這兩年我們還繼續做一些紫外線 還有無光線的一些調查 看看上面還有什麼樣子的紋釀 那這件事情我們找了關華山來看一下 我們就說這個東西很舊 住得很厲害 紋釀很不清楚 然後這個保存的價值在哪裡 然後關華山的觀點 那個關華山是有做原住民的建築 它的觀點就是說這個東西 事實上可以對於研究老的工法 建築工法上面是絕對會有一些價值的 這個事情就是我們就是持續的保存和研究 現在就談一下民主所博物館 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做的一些文物社群和博物館的三方關係 那第一個就是大概所有的博物館都在做 藏品調閱和數位檢查普遍的流通 這個大概就是所有的博物館都在做的事情 那還有就是與藏品來源社群的交流活動 那這件事情我們也做得相當的多 尤其是跟這兩件博物館很有相關 還有就是很多的人事實上都會來調閱 來源部落他們都會來調閱 那然後這些東西我們都有非常清楚的程序 那然後步驟可以升起 然後我們都會想盡辦法重生這件事情 然後當然還有介展還有長品複製 最後還有一個叫做工作展示 我稍微解釋一下這個藏品複製這件事情 在民主所的博物館和安美豬 泰巴朗部落的合作是在2003和2004 這兩年之間不斷的發生 然後那個時候泰巴朗部落 事實上就希望討論重建 和贏回這個卡普達岸這個祖屋的 祖民住的這件事情 那結果當然就是在很多很多的討論 商量還有他們自己跟部落的商量的 到最後的結果呢 他們覺得說物物這個事情嗎 這個好像是講兵引用薩布六的一句話 好像是講法是說 這個國物館的收藏文物嗎 就好像把一個文物用那個塑膠膜包起來了 那可是一個文物就好像一個芒果 芒果是要掉到地上腐爛了以後 它才會再生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在博物館收的這種東西啊 它其實只是它的屍體而已 或者是說是它事實上要從那裡要再生出來 才會是一個生生不息的一個文化 OK 所以這個泰巴朗部落 自己本身大概也這麼覺得 結果他們到最後所做的決定就是 把祖靈引回去 把祖靈引回去了以後 再做了一些祖屋的興建 那民族所那個時候就協助了祖靈柱的復制 以及相關的經費還有各種各樣的事情 可是就這件事情來講 事實上裡面的曲折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所有權的問題到底誰可以 那個到底這些柱子應該要蓋在哪裡 然後卡吉達安家族可不可以代表泰巴朗 可不可以代表阿美 這些所有的這種所有權的問題都是一連串 一連串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吳台麗老師在去年我們所慶的時候 他就寫了一篇非常非常詳細的文章 把這個來龍區埋都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把後續的發展 也就是這個祖靈柱回去了以後的後續的發展 是甚麼 然後到目前為止有甚麼樣的爭議 或者是沒有爭議這件事情 那他都寫得非常清楚 應該是馬上就要出版了 OK 那然後當然吳老師還有一個 讓靈魂回家的這個靈魂寺的記憶 最後我必須要講的一點 是我們國務館就是在9月19號 今年今年就是在上個月而已 上個月的時候我們通過了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法條 那這個法條呢我們基本上是鼓勵 國內的藏品來源相關社區、社群、機構、團體 和所內的研究人員共同提出 非商業性展示的介紹申請 OK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事實上要突破的一件事情呢 是我們要突破既有的國務館的框架 也就是說如果你一個團體 你有一個意願想要做一個展示 而且想要利用既有的產品做一些展示的話 那你可以提計畫書來 然後我們找一個研究人員 或者是你們就找到一個人員 或者是研究人員找到你們 OK 然後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民主所是比較有本錢 因為民主所就是個研究單位 那研究單位就是有一些 就是研究台灣原住民的研究人員就是有 他在這個地方到處跑的時候 他事實上對於文化產業這件事情 對於文化一個地方、一個人群 想要建立一個標誌這件事情 他事實上是有更好的第一手消息 然後他可以和地方的人群 形成一種共作的關係 也就是我們講共作人類學 OK 那共作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叫做共作展示 那這個案子等於 這個法條等於是才通過 不過在這個法條裡面 國保和國保少不能借啦 OK 國保大概出不去 因為法律上面就通過不能 OK 那然後珍貴共產要出去 也會有點麻煩 因為他的所屬機構太多了 OK 那所屬機構太多 你就必須要層層得到核准 他才出得去 那所以這些東西有他的限制 可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跳出來的這一步呢 事實上想要回應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文物的所有權人到底是誰 因為文物所有權人這個事情是非常尷尬 非常複雜的問題 那大家都應該要想到說 我們其實更重要的是 一群人有沒有這個心意 有沒有這個創意 有沒有這個想法 想要讓這些東西在他們這個人群當中的生命裡面 發揮一些作用 如果有就提出計畫來 我們大家一起來做 那這個是民主所博物館現在我們做到的一些事情 也是我們唯一可以表達的一個立場吧 OK 謝謝 主持人 各位貴賓 大家好 很高興能夠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麼我們這個場次是 產博物館與原住民文物的關係 所以就這一個關係來看 原住民的文物 博物館和原住民的文物有過去的關係 大概就像台灣大學 台國館 比較多是過去收藏的文物 現在的關係就是像時間館 大部分是在最近收藏的 未來的關係 有可能是未來的國立台灣原住民 博物館或者是新要成立的博物館 可能會產生的關係 那當然從關係的性質來看 會有物的關係 物的權力關係 物的知識關係 還有物的情感關係 可是我想在我前面的很多 各位學者都已經講了很多 我就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只好講自己的故事 來 給大家反省反省一下 從我自己的經驗裡面來看 早期我比較多在部落裡面 聽到家人會喊親戚 那個重要的東西哪裡去了 人家買走了 誰買走了 好像是博物館買走了 那就比如說我們 北南社很重要的 北南網的文物 它的潮租 它的衣服 哪裡去了 後人說可能被博物館收走了 可是我現在還沒有聽到 哪一個博物館說有收到這些文物 阿里山德比較好 阿里山德還保守在自己家人的手中 同樣都是乾隆時代的這個文物 北南主的有部分不見了 那也就是說 可能是落到收藏家的手中 或者是博物館的這個手中 那麼這次早期我會面臨到 就是部落裡面的 重要文物的流失的這個情形 那我加入博物館的工作以後 我出現的最大的是 還沒有加入博物館 那時候我出現一個很大的 對我的影響 是北南遺址的發現 我參與北南遺址的考古工作 然後我在那邊挖石棺的時候 我的親人從後面叫我的名字 然後跟我講說你不應該在這裡 因為這個是族人害怕的地方 禁忌的場所 然後我站起來 不知道怎麼跟他回話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說 沒關係啦 你是研究這個 你繼續做 所以那個時候 就第一個讓我產生衝擊 也就是說 就在部落的旁邊的遺址 出來的這個東西 族人對他的感情 感覺是怎麼樣的 那這個空間 和部落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那第三個 跟我在博物館工作當中 有很深刻的 比較重大的 也碰到很大的掙扎的 就是北南文物的遺轉 那麼這個北南文物 由台大遺轉到史全博物館 可是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都是從緩緩的角度來看 可是對我仔細回看這個事情 其實是一個機構到一個機構的一個過程 雖然中間有原住民的參與 這個參與多少比較像是被動員的參與 因為我們北南主人很怕 所以東邊參加 參加了多少阿美車 所以這個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比較認為它比較像是機關和機關 之間的遺轉關係 不過這個還可以有很多的討論 那第四個 是我加入博物館 有開始參與收藏的工作的心理轉折 初出193、1994年參與博物館的工作 然後跟著同仁去收藏家的這個家裡 去收藏文物 我是很震撼的 因為面對那個滿坑滿土的 堆積在那邊的那個文物 然後我們從那邊就開始挑 很錯愕的 這個感覺到為什麼我們的文物 是這樣的流 而且那麼大量的流出 所以那個之後 我很長的時間沒有參與 就不參與那個 因為我心裡上會不舒服 就沒有參加這個文物的這個收藏工作 那有時候我會聽到那個 有些收藏家族人 對他們是很緊張的 因為他們很親切的來拜訪之後 家裡總是會丟掉一些東西 所以我最初在博物館的工作裡面 對於收藏文物這個東西 是心情上是很增長的 可是後來呢 我在博物館有機會 有比較大筆的一筆錢 來執行這個衛士全館 執行這個文物收藏的這個計畫 心裡上又回來了 因為藉由那樣的計畫 我們把許多流落到國外的原住民文物收回來 包括很珍貴的 泰雅族的那個貝珠衣 還有衛衣爾族很多 那某種程度來講 又覺得是有貢獻 那這集間有一個最特別的故事 就是圓民會的副主委中興華先生 帶著他們的部落的人 到市全館跟典廠部參觀 然後共同發現 原來我們從收藏家裡面 買回來的文物當中 有一個就是老七家的橫柱 是珍平 是他們的這個部落裡面的那個 所以他們一直想要把那個地方 變成世界遺產的地方 但是那個文物現在 那個最重要的這個橫梁 是躺在史全館的典藏庫裡面 就從這個角度來看 博物館是有它極大的貢獻在裡面 也就是把文物找回來 然後加以這個好好的保護 可是在這收藏的過程當中 也碰到一些特別的故事 我有一個堂姑 生前她是女靈梅 那通常這個女靈梅過世之後呢 她的文物就是要被處理掉 就是不知道會到哪裡 就會被處理掉就沒有了 我一聽說就去跟我的這個表姐談 那她就把這個文物就全部建給十千萬 她的整套生前的文物就是十千萬 當然我們除了收文物以外 我們還希望知道她背後的這個姿勢 我們想要邀另外的女靈梅來 來看文物說故事就是不肯來 就是不肯來 因為對她來講那個是 當然有很錯綜複雜的因素在裡面 今天一下子講過啊 我們只好請其他無私從事女靈梅的 這個工作的人來到博物館裡面來 看東西說故事 當然這樣的這個就不夠完整 不過我們也是盡量說去看 能夠把她的這個知識能夠恢復起來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 史前館的這個北朗文化公園 跟魯雲馬部落之間 也緊密的長久以來成立以後 從這個空間的關係到記憶的關係 也是在博物館發展的過程當中 不斷緊密的結合 所以對部落的人來講 這個空間本來是有距離的空間 到現在已經發展成為 是舉行重要記憶的場所 甚至於是恢復過去中斷很久的記憶 像小米記這樣儀式的這個空間 所以它產生了這個 不是只有物的關係 是整套知識和儀式的這個重新復健 這是從博物館來看跟原住民的關係 那從原住民的關係來看 博物館呢 我就看我們自己部落裡面 博物館化的行動 在我自己的部落裡面 其實有四則要建立博物館 第一個是在國小裡面建立鄉土教育館 那是教育部1996年不助經費 所以成立了鄉土教育館 那第二個是因為有教育方面的錢 所以成立了教育文化園區 所以在那個地方就復健了會所 復健了這個少年 成人聚會所 少年聚會所 還有傳統家屋 牛舍這些 這個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它其實就是博物館的這個功能和這個教育 可是現在這個會所就全部變成 部落的真正的會所了 主領悟也從展示的功能變成真正的主領悟了 那麼這個 他就變成部落裡面真正的這個人 可是他的財產還是小學的 還是教育單位的 那我仔細回過頭來看 從博物館的角度來看 這個部落裡面的博物館化的行動 把這個空間變成傳統的功能 這一項 角度來看是成功的 那從博物館化的這個角度來講 並不成功的 因為成人會所的二樓 我們的主人嘗試要把文物全部都放到那裡面去 要做展示 要成為一個圖書館這些行動 到最後沒有辦法持續下來 也並沒有成功 那可是他成為記憶的中心 聚落的中心 那卻是變成是中心 所以他到底是文物館還是文化中心 這個性質是非常值得再去思考的 所以從這樣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重新來思考 博物館和原住民文物之間的關係 從權力的關係來看 從知識的關係來看 從情感的關係來看 這三個關係來看 其實都會有很深刻的衝擊和互動 那麼權力的關係大家討論很多了 但是我想都集中在如何擁有 這個擁有是如何回到原初的關係 還是會要發展新的關係 不過現在大部分的原住民我覺得 比較集中可能會比較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是使用不方便 方不方便 使用方不方便 第二個是 能否參與管理 能夠參與管理 或者是參與某種的 產生某種參與的行動 這個可能比較是主要的焦點 那在知識的這個部分呢 可以討論的很多 但是我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當那個貝南遺址被發現 貝南主全部害怕 然後做護術防範 這個貝南遺址出現的這個靈 可能對貝南社部落的侵害 當時有參與那個刑祭師的這個記憶 去年被那遺址公園的這個展廳重新開幕 特別邀請到他來為這個展廳祈福 為這個展廳祈福 可是我才知道原來35年來 他從來沒有進去過佛館的展廳去看展廳 那一天他做完祈福的動作完了以後 特別邀請到展廳裡面 我特別為他做解說 這個收藏的這個貝南遺址的東西是什麼 做解說用 他才說哎呀好新奇啊 好特別啊原來是如此啊 所以讓我很深刻的覺得 原住民和博物館這個互動的這個過程中 特別是傳統知識和這個現代知識 原來可能是對立的 可能一直沒有產生對話的這個效果 可是從我自己本身遇到的這個例子以後 產生了對話之後 可能就有新的友誼 新的感情和新的知識產生的可能性 那所以在這樣的這個情況下 對立的貝南文化公園 每一次都被颱風吹壞的少女會所 或者傳統這個家屋 就應該要每一次都要把它重建 這一點上要寫故裡面兜兜止止 那讓它重建 因為在那個重建的過程當中 其實不是屋的 這是屋的東西而已 而是整個部落對那個會所 怎麼蓋建的知識的保存 就是和那個既有的那個部落群體的那個關係 重新維護和再繼續的發展 那最後講兩個故事 野范達禄 我和野范達禄一起到這個民舖去 要看原住民的文物 我去看他你為什麼帶一瓶米酒 原來他要進民舖之前 他拿出米酒先進行儀式 先進行這個機告儀式 因為他等一下就要跟這個祖先的文物相碰到 有一個朋友 我和孫副院長一起的朋友 他到東京博物館 東京博物館特別招待他下去看原住民的文物 他看到了原住民的那個 他們處的那個豪虎 他抱著他就蹲在那邊哭 嚇壞了我們那個陪著他的那個 那個研究人員 然後那個研究人員被他感動就說 好你在我們東京博物館的期間 你要看什麼我統統給你看 你想要什麼就我統統給你看 然後兩個人就互相認 這個乾爸爸乾兒子的關係 就建定了一個離親的關係 所以連他結婚的時候 他有一個日本的研究人員 從日本趕回來參加他的這個婚禮 所以我想起金冠丈夫先生的兒子 金冠樹館長到我們世界博物館 還在籌備期間的時候來的時候 他就看了我們的貝南文化公園以後 他就說這個地方真好 它是最好發生博物館和社區一起成長的地方 好 以上 報告了 你剛才講太久了 謝謝大家 老師 各位先進 各位前輩還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應該還算滿緊張的 因為今天大概都是學術界的先進做發表 然後我是以一個族人的身份 而且又是大家很不熟悉的族 可能早上有人看到這個名字 大五龍族 哪有這一族 OK 他這個大概是9月份 大概大家比較重要的議題就是 因為台風延期嘛 30號原先說要花末我們族群身份 是9月30號的底線 然後後來沿到10月7號才開完會議 然後由行政院長宣布說要再另列一個 就是有三個方案 大概會朝平埔原住民 所以我現在不算是那個 以前所謂的3D三包 平地三包 我們是另外一個 屬於另外一個族群 叫做平埔的原住民 那這個部分跟我今天談的主題可能會比較相關 就是說為什麼會投入在這個文物重置的上面 它是一個文化追求的過程 當你有一天高中生 那你有一天早上起床 還有一點起床氣的時候 要準備要趕到學校的時候 躺在你旁邊睡覺的阿公跟你講說 阿公我告訴你一個文化 就是我們是環仔 那時候你會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說在你的生命經驗當中 你的好朋友都是原住民 可是當以前原住民的阿公跟你講說 你是環仔的小孩過來這樣子 他當初自己真的是想說他自己 都不會很流利的台語 就是跟你講說你過來之後 你會想說我不是 可是當你高中的時候 當你剛起床的時候 然後你被告知說你是那個拼捕族 然後你才知道說為什麼你每次回到家裡面 要去先祭拜的那個 我們叫做普遍卡那個太祖 原來是跟原住民有關的記憶 然後等到你讀大學的時候突然有一天 因為母親告訴你 原先我們部落要從政文化 要建立台南的第一個平埔文化園區 所以把村莊裡面僅有的一些文物 集中到那個公改的文物 已經大量已私不見的時候 你開始有一點 小時候曾經看過的東西 或者你想要去再一步 認識你自己是誰的東西 已經不見了 然後你沒有一些東西可以去 去追尋你原先記憶有的 就是阿公那個時代 甚至阿咒那個時代 所留下來的東西 他大量已私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子去再重新認識你自己 重新追回出那個記憶 所以我大概列了五個 我覺得我想要討論的異敵 剛剛我們提到很多東西 都是提到本身物的 比較硬的那個部分 就是物體本身 物件本身 可是我覺得就整體的文化來講 它是無形的 尤其是無形文化財的這一塊 無形文化經驗 它之所以珍貴 說它之所以無形 是因為它是以誰 以人為載體 以人的本身的那個經驗 以它本身的記憶為一個載體 所以無形經驗它的一些 對植物的運用 對技術的運用 對這個環境中的物件 要怎樣用於生活的 這些最佳操作的食物經驗 隨著人的消失而消失 隨著人的消失而成為一個垂直斷層 我曾經跟我的一些學生說 原住民族裡面的非常多的傳統記憶 在附贈的過程當中 零過八十幾年 我跟那個學姐民發達路 在做全國編織人材 調查跟編織材料的調查研究的 那個時候其實是環境的時候 那個時候日據時代 所遺留下來的珍貴技術的 技術擁有者 其實是抱著遺憾而走 因為在那個時候那個年代 因為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 許多族人被迫 必須要流入都會區 為了要養家活口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原先 應該由母親或者阿公 身上所學到的記憶 在他還來不及去學習的時候 他就已經就不見了 隨著人的消失而成為一個 垂直性的斷層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部落的現存年紀大了 比較大的工藝師 你去仔細去調查他的 他的那個整個創作心理裡面發覺 他是要在他卸下了他的養家活口的 那樣子的那個責任的時候 他才可以緊憑著他殘存在 腦裡的記憶裡面的東西 把他再重新找回來 我舉個例子 八半共災的時候 我被我們葡萄團隊 派駐到阿里山 所以我住在組合物 那時候有一個重要的工作 我那時候的服務點在那個 當阿拉利庫的所在地 另外一個或者是大家不願意去的 那時候路斷了一塌糊塗 根本要進去很難進去的 Iskiana Saviki跟Iskiana 還有另外一個寮子 那邊是人人要進去的地方 那時候我所邪命的工作是 產業重振 那產業重振裡面 有一個切入的頂 也是當時 國家政策 新興的一個 新的一個產業心態 叫做文化創意產業 那我們必須要去做 這個文化創意產業的建立的時候 必須想到的部分是 要重新去找尋 部落裡面殘存的記憶 帶領這些工藝師 找出屬於他們的工藝技術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一個計畫 叫做 鄒族胡適的那個什麼 重置計畫 我們要做的事情 這時候博物館就很重要了 我們必須要從博物館裡面的 影像紀錄裡面 找尋過往的使用的影像 我們必須要從博物館的文件裡面 去找到物件上面 所留下來的那個物理的記憶 我們常常在講就是說 最近幾年我常常到博物館 那我在我的FB上面寫說 我今天我又要去驗屍了 驗屍啊 就是因為它是被躺在博物館裡面 冰冷未被使用的實體 對景的物件 就像李老師講的 這些東西可能就只是單純的標本 就有點像我們以前讀過的東西 躺在檔上的標本館裡面的標本一樣 它是冰冷的 所以我就常說我又要去驗屍了 當這些物件不被使用 這些留在物件上面背後的知識 它會消失 這個物件背後的東西的消失 它代表一連串對土地上面 環境上面的植物 動物 使用的經驗 使用的語言 它要加工處理的時候 它繁複的一些很多很多時候的那個 一些語言 它完全消失了 我舉個例子 一樣是在州族那邊 我們去伊斯基亞 或者去遼屋子 在談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原來州族的地瓜 地瓜它裡面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紫色 都是講地瓜 可是因為地瓜被吃的被使用的 被它的所有的狀況不同 它會有很多很多的非常非常優美的詞語 這些詞語是那時候 跟我一起進去做田野的四五十歲的人 聽不懂的 所以回來再去問 年紀更大了一點的 他們才會使用的一些詞 那這些東西都是一件一件的物件上面 它才可以再反映出來的一些知識的細保 在這上面 那所以我們在坐進那個遼屋子那 那邊有一位長者 收藏了非常多的州族的文物 我們去那邊 開始在一件一件檢視它上面的繡紋的時候 它的真錄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州族非常有名的 圖士工藝師叫做鄭薇薇 他在過往二十年間 帶領了族人去製作衣服 甚至幫族人製作衣服 他那天突然 我把側面拿給他看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講了一句說 他沒有想到他二十年來 繳族人的技法是錯的 那我說你已經是一個 這麼重要的一個工藝師 而且受過不大的訓練 為什麼會犯這麼大的錯誤 他給我回應的只有一個 因為以前的學者 進入部落的老師 都告訴他的繡索是滿多的 所以他不會認為說 在這一個區域裡面 所使用的繡索 居然是他們跟西洋繡 毫無關係的一種繡索 我想要說的部分是 藉由田野調查 藉由博物館 我們重新去檢視這些物物的時候 它裡面會有很多很多的痕跡證據 可以告訴你 這些痕跡證據 不管是知入或者正入 或者我們編的手錄 或者我們製作雕刻的一些手錄 這一類的東西 它是一個引領我們這些 要重新認識自己是誰 要重新找回一個族群 一個社區 一個地域的主體性的 文化的一個回歸的路 也是我們常會說 引回我們祖先 引回我們的路 這些路都被什麼 被烙印在藏在博物館的 這些的文物上面 所以我把這些一句一句的屍體 這些物件 這些印的東西的這個東西 認為它是一個 烙印部落曾經有過的 生活經驗的這個記憶 還有 先民怎麼樣子去處理 這些物件的格物的精神哲學 全部都是在這個物件上面 作為一個硬體 所以我認為 補物它就好像是 暫時 儲存 這些先民 他們在生活當中的 生活哲學經驗 使用說 譬如說我照這個竹子要用 我知道要做這一個 織布機的體重的時候 我要用什麼樣的植物 這樣子的運用 的那種精神哲學 跟它為什麼要 在這個地方要使用彎桃 這個地方使用刀子把它切削成比較薄 再進行彎曲 這一類的工藝師本身在製作工序上面的 邏輯思維 還有他去判定 怎樣子去運用 外來的毛線 外來的布匹去創造出 具有族群特色 或者家族圖文的 這樣子的物件的什麼 最佳食物經驗的部分 這些東西被大量的存放在哪裡 被存放在博物國 所以這個博物館它是一個記憶體 可是呢 會有一個問題 我們到底是要去建立出 重新讀取這些記憶體的 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這樣子的方法 也就是 把這個記憶體重新被運作 重新被讀取 OK 這樣子的模式 可能會比說 我蓋了非常非常多的物物館 來的重要多了 因為它 目前如果 像之前說的 去盤點全國的收藏量 全國私人的這些 它出來的東西就是 一個一個 一方方的 躺在抽屜裡面的 的標本 你還是要把它抽取出來 你要把它像一本一本的什麼 書一樣拿來閱讀 把這些本事 把這些精神哲學 思維邏輯 甚至可以再恢復的技術 重新回到我們原住民的身上 因為我覺得物件是存在的 可是技術是消失的 甚至它的使用經驗是消失的 它背後的龐大的知識系統 會被完整的在被保留出來 甚至被挖掘出來 這個部分反而是我們這些 作為文化工作者覺得空破的地方 我再舉個例子 我們原民會其實說真的 還滿照顧我們這些平埔原住民 在我們還沒有被認定身分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一些計畫在執行 那其中有一個計畫 就是我們聯度重要的技術是業績 業績的精神信仰中心是工屑 工屑屑上面每一年 都必須要去翻新它的茅草 它就像州族的庫巴要做翻新 必須要有大量的人去取這些植物 然後爬上去屋頂上面去翻修它 而在執行這個計畫的時候 遇到一件我非常難過的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眼睛真的看到 爬到屋頂上面的都是 七十多歲以上甚至八十多歲的老人家 然後其中有一個 我自己的屬公跟我講的一句話 我就非常難過 他就講說 我們現在爬得上去 還蹲得下 可是若干領後等到我們消失了 他們不見了 那誰會去翻修這個屋頂呢 那這個既是既有化的重要的一環 翻修貢獻的這個樣子的方式 它就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所有東西要再落實回 所謂部落區比文件 就是說我覺得文物法盤 它另外一個部分的法盤的精神 更重要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邏輯思維跟精神哲學 就像我們跟馬田合作的文物分析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件事情 其實報名參加的人 外人比自己部落的人熱衷 那為什麼外人會比自己部落的人熱衷這件事情 是因為那些外人都是屬於工藝師 他想要去了解古代的這些工藝製作的整體的程序 那這個是一種反思 什麼反思 就是我們的部落的人 跟這些點藏在博物館的文物上面 他們本身的情感 甚至他本身的那個知識面的那個部分 是否真的能夠這麼樣子的擬結起來 也就是說他這個知識系統 如果就是不存在了 那我們怎麼樣子再去把它重新建立 在人的身上讓他再重新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需要的是這個 重建知識系統的一個認體 就是說我們有軟體了 我們有硬體了 就像以前我們說像華碩 華碩有時候運作的那個電腦 運作到一半你會覺得會當機 因為他軟體沒有問題 他硬體沒有問題 可是他銜接軟體 跟跟硬體之間的介面 硬體上面 有設計上面的bug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這樣子的東西 是由誰來讓 總不能說部落的一個年輕人 他想要看自己的東西 就像我以前來台大 我要偷偷的做筆記 我們不能對文物拍照 OK 那好像有點像做賊的樣子 就像我們在要做頻補附陣的時候 我們要大量的西拉雅族 馬卡道族 道卡斯族 甚至我自己的大五龍族 我們要重新重置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的主人想要看這些文物 從上面去找到一些知識的時候 他的申請並不是一個部落的年輕人 他就獨立可以去完成 他可能要透過一個組織 比如說部落發展協會 OK 他必須要公文的文版 他變成說讓博物館的典藏 跟我們實際的主人有一個脫節 這是我覺得是這個任體的建立 其實是我覺得更重要的 OK 那不好意思我講的有點長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這五年來的經驗 從阿里山開始一直寫出了一些不同團體的 從事的部分來講 我覺得說一個重要的 非常清楚的部分就是說 軟體面 把這些文物的技術 他用什麼工具製作出來的 他有怎樣子的製作技術 他使用怎樣的材料 那這一些東西的這些 重新要重新結構 所以結構的意思就像我們拼字一樣 所謂拼字就是像ABCD 然後你才能拼成單字 單字以後你才能夠去做文章 然後再下去做出我們現在的建構的東西 那就像我說的那個真錄一樣 真錄它裡面其實 其實我們後來全面去看它的部分 其實我們如果現在用過往的西洋秀 或者我們現在認知的一些秀法 其實跟原先文物上面 文物它本身就是書寫的東西 書寫的東西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所以它必須要 就像我說的 以那個正外貴犯人那個錯誤的部分就是 所有的文字紀錄它的技法是這個 外面的所謂專家進去告訴它也是這個 它沒有重新檢視的機會 所以它沒辦法重新去解構 文物上面給予的密碼 所以它沒辦法再去重構 所以我覺得這些 我們需要一個解構跟重構這些文物的機會 這才是我們引迴先人的靈魂 甚至印記的機會 我覺得這些 這是博物館作為一個資料 記憶體載體的這個價值所在 所以我覺得 預期在這邊討論反環不反環 是不是有一個更重要的一個議題性的部分就是 博物館這些文物 有誰有權去研究它 有誰有權利去重置它 複製它 它跟被取得東西的這個位置 所在位置的這些社群或者地域 它的那個夥伴關係 應該要像台國這樣子採更開放的方式 不但在文物返環的期間 藉由開櫃 就是我們要把文物重新展示的過程 或者要重新收回博物館的這個過程 在開櫃的過程當中 有機會讓族人能夠重新參與 重新記憶 重新學習 甚至它可能在大館帶小館的籌備的時間 我覺得時間可以再更拉長 拉長到說可以讓祺老他們有機會去 就是以現年關的方式它其實很好 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在籌備的時間 更多的族人可以有機會去做參與 甚至去組織這個文物返環以後的 整體的知識體系建立的過程的這個機制 也就是我剛剛提到那個任體面機制的部分 是我這次花了比較長的時間 跟各位分享的一個 想要提出來的一個 新的一個議題 就是也許待會兒請李老師 可以就這方面的問題 可以再討論這樣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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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科長 謝謝 莊科長 大家好 我叫莊科長 我是來自提東縣泰五鄉 我是台灣族 我一直在部落裡面 回鄉服務之後 一直在部落裡面去接觸部落很多的失誤 我們部落比較少人去研究 過去家庭部落好多好多文獻 日本有紀錄還有很多很多的文獻 我們部落人竟然沒有 我對這個奇怪我就很有興趣 所以我 部落很多的工作 文化工作 我幾乎都有參與到 好 那我直接切入主題就是 我要報告的故事主講 就是這兩位 兩尊屬林柱 這是屬於京都家族的主林柱 分別已經列為國寶 這是他的故鄉 在舊家屏部落 大概在 750公尺高的半山腰上 因為時間不多 很多故事我可能沒辦法一一敘述 我們部落有兩個企業說 一個是崔寅說 一個趙人說 這個故事也很長 故事很長 有趙人失敗的 眼睛長在膝蓋上的故事 還有主小米的故事 再來 我們看這個圖片是 《京都家》 這是我們的 馬德將一蘭 就是部落領袖的家 在1935年的時候有被列為史基 跟那個卡吉達恩一樣 在日清時代有被列為史基 我們看圖片 那個小朋友已經 那位老人 那個是同一個人 他目前已經93歲了 現在人還在 他是我們頭目的兒子 他是排行老三 進入家屋 這是側面圖 馬開大概在民國20年的時候 日本人要把這個家屋 要列為史基的時候 做了一些整修 就把馬開給他換掉了 因為他有一些骨壞的情形 當時是帝國大協收藏 再來 摩利丹 他是在民國45年的時候 中原院做部落調查的時候 被民族所所收藏 這是以前的內部景象 這個是燒賣已經不見了 這個摩利丹現在在中原院 這個人也是壞掉了 馬開在這邊 馬開在這邊 這個請猜念資料 我們家屏部落的雕刻特色 他是手紋 都會看到手紋 再來就是雙手擠到胸前 這樣的一個雕刻形態 再來就是膝蓋有眼睛 就是我們照人說裡面的一整故事 還有右邊這個摩利丹 那個眼睛很大 他其實有 本來他的眼睛有法力 然後時代變遷之後 一切都變了 就是我們制度變了 當然國家介入了 再來就是我們居住的地方 從高山嵌到山腳 然後再來就是教育的方式變了 開始使用金錢了 然後生活型態也改變了 敵方政策 還有3DPP化的這些政策 再來呢 右下角這個呢 我們開始在民國四十三 還是四十五左右 開始大量使用砖頭 很多傳統建材也 沒辦法使用了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還有價值觀也改變了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大約在民國三十六年的時候 接受了天主教的第一個部落 第一個部落 因為萬金教堂就在我們下面而已 好 變遷後的影響 變遷後的影響 當然很多服務 其實接入家族 很多寶物 非常多 我們聽過老人家說 那個箱子裡面 有很多荷蘭的東西 西班牙的東西 什麼 清朝的東西 一堆的東西 但是現在 這些都不見了 這些都不見了 我們看一下左下角 那個鞦韆 那個鞦韆 以前青年會 青年會要集合的時候 只要這個鞦韆呢 敲幾下 大概全村人都知道 這個是很大的鞦 老人家說是鞦 但是雲有那麼大嗎 應該是鞦 但是這個東西也不見 為什麼不見 有一次這個東西 從舊部落搬到新部落的時候 有人死掉 經過靈媒問之後 說這個東西不可以移走 結果這個東西又弄回去了 有這樣一些禁忌就對了 然後呢沒有被收藏的 我們看一下右下角這個地方 他就 房子也垮了 然後他就慢慢補朽了 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經過很久以後 我們 大概六十幾年的時間 突然聽到說 我們家平部落有很多的東西 在文物館 這樣的一個訊息 當然是透過很多人 也很多的書籍 還有網路 這些訊息 取得這樣的一個消息 聽說姆林丹 有去過羅浮宮 參掌過左邊這個 在2012年的時候也參觀過 中原院的 屬於家平部落的文物 是117間那個主辦也在這裡 然後我們第一道 我們服務被列為國寶 我們都滿驚訝的 其實我們對國寶這個概念 不是很清楚 但是那個時候是我們 部落開始重視服務的起點 四大原住民國寶裡面 中間這兩個就是屬於我們部落 我們也開了一些說明會 也參與了文資局的審查會 然後我們 我們要給花乾 第一次在姆林丹的時候 其實部落都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列國寶好 列國寶 但是第二次的時候 怎麼又一個國寶又變列了 那時候我們就緊張了 因為我們知道說 列國寶會有一些 一些限制就對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要怎麼辦 我們開始重視 乾脆跟台大對話 跟台大怎麼對話 然後想說 麻貝斯女生 台大要把她指定為國寶 結果永久在她那邊 那不是我們的麻貝斯公主就在那邊了嗎 乾脆給她 嫁給她 請她 李明西 我們台灣族就是說 如果你要我們的人 你要李明西 你要弄一些聘禮過來 所以我們也是辦了這場的婚禮 這個是結婚的那個情形 然後國寶婚禮之後的一些效應 上個禮拜就 還有旺家部落 你看旺家部落的那個 雕刻的形態 跟我們的差不多 因為我們是附近的部落 很多同步他們的關係 幾乎都是一親關係 所以他們的雕刻法幾乎都差不多 再來 這種的活動會陸續發酵 泰吳部落也是去參觀過 中原院還有海大 還有馬家有些部落要來迎禮 講到這裡就是 唯一的缺憾就是 我們去年辦這個婚禮的時候 竟然我們最高單位 也住民的最高單位 沒有拍一個人 任何一個人的習慣 我們辦了這場婚禮之後 當然收到很多的指引 我們也一直在做說明播通話 這個是國內外的一些 服務訪還的案例請參與 外界指引有哪些呢 你們為什麼要放棄毛呆 不是你們為什麼會跟掠奪者 同流而無 這樣的很多的話題 你們確定祖林過得好嗎 還有很多很多的話題 這個是我們部落的困難 時空的限制 因為祖林住已經離開部落非常久了 大概六十年八十年以上 所以我們部落人幾乎都忘了他的存在 再來就是這個服務呢 雖然是被賣的 被騙的或是被要的或是被搶的 真的是有些都實務對陣 當然牧林當然是滿清楚是怎麼過去 中裡面的 再來就是環境的變遷 因為有些東西改宗之後 改宗教之後呢 還有很多很多的生活上的改變之後呢 對這些文物也是對應已經產生了改變 再來我們部落人對這個文思法 或是有關文物的 古物的相關知識呢 不是很清楚 所以無權利可循 一知半解 還有時間的限制 當初我們知道說 2012年 我們古物要被列國法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間滿短的 一見在銜上 我們沒有很多的時間去討論這個區塊 然後當然國家的 法令的框架下 有很多的限制 再來我們的 最重要的就是 管理 如果說我博物館 真的你們要把東西拿給我們的話 我們還真的不知道要把東西拿到哪裡 再來就是林祖林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36年改宗之後呢 我們的林美幾乎都消失了 我們也不曉得說 我們祖林住裡面 林美還是在不在 但是很多台東的也好 還有其他部落的 有些人 他們都感應到說 你們的祖林在哭 什麼之類的 我們也是很懷疑 我們部落人也一直在想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正視這個問題 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最近跟國務館的新關係 這也算是一樁喜事 難得收藏單位提出三期 然後被指定國保 再來呢就是 被保存的那麼完好也是感謝 因為沒有被收藏的幾乎都已經撲壞掉了 或是遺失了 再來就是一定展覽也算是知名度的延伸吧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自我安慰 再來就是合作關係 當然以後我們也希望說 部落跟學校有什麼樣的一些合作關係 不管是記憶 不管是學術研討 或是很多很多的方面 因為畢竟我們兩家都變親家了 再來我們辦這個 這個國保主營住的心情呢 真的是非常無奈 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部落會議呢 大部分決定說 好吧 那我們就辦一場婚禮 打到雙贏 不要跟以前一樣 我們都是用抗爭的方式 其實會雙敗 再來就是 重新找回文化的認同 這場婚禮呢 真的是用高規格的 而且非常傳統的 重新學起來做很多文化的東西 再來就是 跟台大結尾親家也不錯 還有一個淡書 如果說真的 說過林美說 應該台大念在他 或是什麼之類的 可能我們會辦離婚 最重點就是 我們很希望很希望說 東西從哪裡來 你就要還是要 還是要給它回去 這是我們想希望的 最後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博物館的態度 你們認為你們是願意 福利 服務 返還嗎 我們想依你們的說法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東西哪裡來 不要回到哪裡去 我們下一場 本來應該給大家一些問題 問答的啦 你們其實在座這麼多人 都看來看你 不得來看 但是時間已經過了 如果要不是等到下一場 要完整的時候 多的時間讓大家 來發文 那我們非常非常非常感謝 謝謝 各位朋友 歡迎各位回來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場 我們的綜合討論 前面兩場 我們有不同的主題 大家也都是 我認為是非常豐富地 帶出來了不同的角度 那我們這一場 有三位講者 我們就由元明會的副主委 王明輝老師先開始 今天非常高興參加很特別的研討會 因為對於我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剛才聽了很多人的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討論原作民的博物館 因為我們現在元明會正在進行 國藝原作民博物館的條件工作 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管址的選址的過程 一共有八個縣市在爭取 我們已經看了五個 我們後來這幾個月還會看 希望在年底能夠選定一個 歚物館最後要設立的一個領域 這個過程我剛剛稍微說一下 這個其實也蠻有趣的 剛剛聽到各位的意見 給我們尤其是本人對這個博物館的一些 各方面的一些事物 確實有很多啟發 所以我非常感謝 那我今天大概就談這個國家博物館 我自己的想像 我本身並不是專業 只是一個外行 但是呢 因為現在放了這樣一個位置 剛好這個是我督導的這個業務 所以我必須也要稍微學習學習 要成長成長 那剛剛聽了 我也在行說 我今天要 等於是我今天做一個 一些 剛剛發言的一些回顧 所以 不是事先就想好的 我要講什麼 其實是在剛才的這個發言當中 我發展的時候 我今天要報告這個內容 所以我的題目大概就是 國家級博物館 原住民博物館的一個想像 後面一個副標題呢 就是一種 解殖民博物館的新取境 那 剛剛我聽到這個 烏龍竹拉莫 這個初次見面 我高興聽到哪些論事 當他講這個地方館 我們現在的29格文物 我們也有大館帶小館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 現在呢 這些地方文物館 因為它既然是一個 國家所輔導的文物館 它就 也被要求說要 用文物館的專業來經營 這個專業呢 就會依附到我們背後的一些 這個學術 比如說 民主學和人類學 那這個民主和人類學 大概是我們原住民 在過去呢 是最密切相關的 尤其在文物館的這個部分 那麼 就是 我們這些 文物館的這些工作者 包含原住民本身 也被要求說要學習一些 民主學和人類學的這些知識 那 它剛剛在口頭畫完的時候並沒有熟 可是我注意到它的文字 我幫各位有沒有說明 這樣的一個過程 等於是依附在殖民體系 它的這個收藏的程式 對不對 我們知道你是刻意不想要講錯了 還是這樣 因為這個對於 這個 可能會破壞兩個 原住民跟學術界之間的關係 不過這是一個真實 我想我們面對真相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 好好地這個調和 我們這樣下流情調解 這個和解 真相與和解 那才有可能未來更好的關係 那 我想從這個部分 我要再講下去 就是說 這種殖民關係 這種殖民關係 它其實 如果再降下去的話 這29個文物館 或者更小的這些地方 私人的收藏 都會是複製一些過去的殖民的 收藏的這個模式 那在這樣的一個體系之下 這些物件或物品 被標本 或者是objectify 就是物化 那麼 它是用各種方式 因為講解研究 這個所謂的殖民研究 那麼 去 要來 買來 借來 騙來 這個 合起來 英文叫 exploited 就是 通過研究 然後 採取 擷取 是好聽的 而且是剝奪 是不好聽的 然後 它是一個 從一個 原來它有一個地方 民族 部落的 這個 自由的社會文化賣國 裡面 衝裏 就是 Fragmented 就是一個 被 割裡 decontextualized 就是 抽離 賣 騙到 它不是一個完整 它是從一個完整的體系裡面 把它抽離 放到這個新的環境裡面 它這是一個 原來完成體系裡面的一個 piece 所以它是一個標本化物件 包在一個 塑膠 剛剛那個 我們要講的 民族所來的 這個 手槳 一樣 那 這些 這些東西 被收藏了之後 原住民 卻沒有因為原住民的研究 會越來越 文化越來越發展 反而呢 文化越來越消失 所以這個 你可以看到一個 研究 所謂什麼研究 就是你研究越來越強 累積越來越多 可是我們的文化 越來越 我們的語言 官司從語言就知道 然後我們傳統的影師 還有我們傳統的這個 工藝的製作 它的技術 它的知識 卻越來越失落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樣的研究 它並不是我們樣的研究 因為實際上都發生了這樣 不只台灣如此 全世界都發出這樣的一個抱怨 所以 它並沒有一個正向的關係 而是 反而是 負相關係 負相關係 好 我們也不能當純抱怨 因為 它確實保存了這些東西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可能是怎麼樣 另外就是說 除了物件以外 隨著研究 因為我講物件是因為 研究是主體 這些東西 是一種研究的附件 它可能是後面的附錄 有照片 有文物 放在那個研究的報告後面 它是一個附件而已 而不是 可是呢 這樣物件累積多了 不管在台灣 或在日本 或在其他地方 那就變成 欸 要我們來 可以證明它的研究 它確實有 有所本 可是我現在講是 剛剛講的抽離脈 不僅是物件本身的抽離脈 我們連詮釋上 在解釋上也是 它是用既有的學術的傳統 它這些學傳統 可能呢 也是基於世界另外的地方的一個研究上 所累積過來 然後呢 用來詮釋這個物品 所以 出來的這個論述 太意識中 它要去解釋這個台灣 或者是周主 或者是道農主的來主 它並沒有進入到那個 那個族群的與惠的脈絡裡面 去理解這個 雖然它有觀察 可是它欠缺那個與惠的難度 所以呢 它的論述 解釋這個文章 全部都是翻譯的論述 這個是我要講的 這個翻譯的論述呢 挪用了非常多的西方 或非族群的這個東西 所以它對不對 說的正確不正確 其實原住民呢 其實也因為被抽離了 它已經好像被 它的權力被剝奪了 它已經沒有權力了 你要來看 你要升起 你要進入到一個像 衙門一樣的一個門口 甚至你要買票進去看你的 你的祖先的東西 所以 甚至反過來 這些論述還去指導你 這個是什麼 這是排文主的什麼 我們應該怎麼樣解釋 怎麼樣去解釋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 沒有那個能力去 去解讀我們自己 祖先的這個東西 所以 好 反過來它要知道你 所以我說 即使是如此 我們抱怨會抱怨 但是呢 這些東西確實是原住民 而且 我們至少還有一些主人 還會認識 並沒有完全消失 所以我覺得 容物的訪問 在今天的這個座堂裡面 變得 我們可以有另外一種 比較積極的想法 就是 當我們越研究 這邊 主要是要越保存 而我們族群或者部落的文化 越來越失落 甚至平靈滅亡 文化的面積 Cultural Genocide 的這樣一個處境 但是呢 我們還是可以 藉由法華的文物 讓它回到部落 讓原住民 重新沒有可以自由地 去接近的時候 可以產生新的一種 活化的面積 或者是演技的面積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我覺得是 剛剛林館長 不要說整個族群的文化 他看到自己的祖先的這個東西 就抱著痛苦 像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有機的 一個 一種 作用在發生 那我想整個族群的事 那 還有很多 這種網路不只是一些物件 甚至是一些翻譯的書 我們已經很熟悉 台灣藩主調查報告書 那現在很多照片 還有很多的一些片長 他拼我們走移 當我們有機會把它翻譯的時候 我們才一方面學識 我們一方面去修正它的錯誤 這是一種很好的一個過程 所以 我們 這個部分呢 我們等於是 跟研究者重新研究 然後我們可以有一個 對自己的這個歷史 有一個新的 新的 就是當下建立了一個新的關係 然後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 新的詮釋權的一個方法 因為 尤其是當族群 呈現出來的時候 我們這個研究者完全束手無致 完全沒有 我們還會主語的這些人 當他 你是騙講名 我只要能夠讀懂 這騙講名 要怎麼發育 我就可以 看斷他的主語 怎麼樣去拼音 然後他 Riana這個拼音 是正確不正確 這個 那麼 我有一個經驗 這個是在1999年的時候 我跟那個 南天書局的老闆 他 有一天 就是一個日本人 帶了一本照片子 很多的照片 去說要把它出版 後來這個呢 就是賴川孝子 他在1930年代 在拍台灣人住民 非常多的照片 第一個周竹天 就是我跟他 我有參與 他做了很多的照片圖 圖書 然後這些圖書 我就用主語 再寫 我只能說 Thank God 我愛 我是一個主語 我還可以寫主語 那麼 最重要的就是 我透過這個照片 不當 我可以方回主語 而且呢 我可以重新認識 因為他照的是各種各樣 有文物 還有人物 還有植物 比如說地瓜 還有小米 有很多種地瓜 我們現在已經 不大知道那個地瓜 我們原來他可能有好幾個不可能 可是在他照片裡面 我們重新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 它是 我們講 這種植物名的保存 它還是有它功用 這個功用 只有到回到我這裡來的時候 才真正是有作用 也才真正有意義 那所以 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 這個文物以外 文字以外 還有一個影片 大家都知道 這個日本人是最早拍《無縫》的 他在1931年的時候 曾經拍了一個默片 叫《藝人無縫》 那個無縫呢 就是 除了那個無縫是日本的 當時的 很有名的演員演的以外 其他的臨時演員 全部都是州主 1931年代 那時候大家還是穿的那個 傳統州主的服裝 還沒有穿現代的這種 現代化的這個服裝 所以 有一次呢 我們就辦了一個 回到部落的一個手藝 因為那個不知道 藏在國家那個什麼 電影資料管理 不知道擺了多幾十年 後來 不知道怎麼樣 就是想起來 我們把它放回到達方去 結果 那一次 吸引了很多的主人看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吳鳳的故事 有一個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在批評 或者是寫文 到說 這是一個虛構的一個 那一場 我們在放的時候 好多的主人就在那裡 就在看 當他看這個 因為那是末片 不會想到佐比里時代 這個末片 他演一演 他會寫文詞 當然是寫字 後來有翻譯 那就看到那個 周主的這些臨時演員 在講這個 吳鳳被殺 不是說有一個背景嗎 就是 我們缺了人頭 我們 要去殺 要殺人 可是呢 這個吳鳳一直要勸我們不要殺 好了 這個 勸不聽 那你就 可以看到有一個 穿紅衣的人 這個 你就把他殺了 那就是按照我們 那個原來的這個紀錄 那 為什麼背景呢 因為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殺的話 這個電影也是什麼呢 他說 你就看到一個 其實就是有一個 瘟疫的流行 就死了很多人 所以你再不殺的話 就會繼續這樣下去 實際上這個根本不是 我們原來的這個說法 那 可是你就看那個 大家看那個周主 大家就在想 這是誰 這是哪一家呢 這肯定是誰 那個 那個 不是 那種 被 污名化的那種自卑 就是一種 很高興 很愉快的一個 一個場 然後呢 就看到一個 他要表達是說 有一個 瘟疫疾病 死了很多人 他就看到一個主人 他真的還 還蠻有演技 蠻好的 他就這樣走一走 死掉了 喔 大哥哄堂大笑 哇 鼓長起來了 就是 演得太好 然後呢 然後呢 還演到這個 吳鳳被殺的時候 嚴重 秘嘎周主 還真的 這個痛不留屁 這樣的一個 所以這是 我來講 真的回來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 後來 我們後來去討論 討論都是說 還害怕說 是我殺的 沒有 第一個葬起來 就信杜的 所以 剛好他是村長 他說 喔 這個吳鳳就是我們家殺的 所以 回來的時候 你對歷史的這種詮釋 過去 完全偏在漢人的那種 比較污名 然後要把這個 原住民啊 這種落後野蛮 刺殺的這種 這種 當方面的這種人家 在那個場地 完全沒扭走 完全沒扭走 所以 我來講這個 文物的重法 它不只是一種東西 回到那裡 這麼樣的一個 好像是一種交易 原來我失去了 你麻煩給我 這樣子 那我要講是這樣 它記迷谱 它是一個歷史論述的詮釋 還有歷史的修復 還有脈絡文化的重整 這個大烏龍 應該是 很有感才對 就是這些東西 它回去重新擺放在它 應有的脈絡 不要講應有的脈絡 我要講一下 我們以周主 這邊有王教授 我曾經跟那個 光華生教授 我們曾經主持過 要建的一個 周主人文自然博物館 的一個經驗 我們其實談的就是 如何要去重建 周主的這些空間 或者是聚落體系 本身就是一種文物的 物件的體系 就是我們文化學 或者民主學 有興趣的那些文物 它不時就是 然後我們的這些工具 從不同的空間 比如說 工作小屋 或者是家屋 或者是寄屋 或者是會所 或者是那個 放壽股的 這些都在剛剛講的 那個賴窗教授的照片裡 全部都有 在我們部落裡面 這些都 依序都還存在 我們的麻藥系 都還存在 然後我們在不同的空間 我們做不同的活動 生長活動 或者儀式的活動 然後我們就會放很多的 相關的 所需要的器具 工具 以前還有 頭顱 放在那個 男子會所的那個 受骨架 這個受骨架 曾經還有一個故事 說這個 一個日本的研究 還想盡辦法 混到這個 在這個部落 在那個會所裡面 他睡 跟這個 裝朋友 然後睡在裡面 然後呢 他其實目標是什麼 他想要偷那個 頭顱 後來真的是偷到了 可是呢 最後被周族發現 被周族發現 所以他 這些被exploited的東西 就是被 被 被拿的東西 可以說是 從人的形象 透過照相 還有各種工具 各種文物 還有服飾 還有包含剛剛講的 連這個林爽文事件 送給我們的這些草服 也有可能會去經營 所以這些東西 他其實都在我們原來的這些 這個附落 或者是建築的體系 他有一個適當的空間 然後而且不斷的在製作 這個製作還不斷的供 我們生活所要 這就是一個活的 所以當然我們在做這個 周族的自然文文博館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 有這樣的一個意思 我們還結合了一個 我覺得今天重訪的時候 我剛剛講 大致講了一個 我要再做補充 就是說 它是一個知識的體系 知識後面要有一個 叫權力的體系 它是一個權力的體系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 是一種自主和自治的 自覺的這種權力的體系 這是我們學術界 嚴重忽略的東西 我們必須透過這個 我們才能夠重振 我們自己的文化 那這個過去人類學 或者什麼外面所保存的這些東西 到了 回到這邊 雖然不是完整的 它也仍然只是片段的 或者是個體的 但是呢 它卻可以 等於是呢 在很多的空白的地方 放了這些 足以讓我們連結 想像上一個比較更完整的 最後根據這個來去重建的 一個參考的一個價格 一個參考的一個價格 那 因為時間關係 我大家最後講 就是說我們看到這個博物館 我今天不是說 我們最後要選一個 而且 也不是我個人可以去決定的 我只是想說 我們今天對於 我們國家博物館的想像 其實非常的多元 在馬政府時代 就已經決定說 要設在這個新北市 到了這個 換這個 執政人曆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是推翻了 所以 第一個就是 這個博物館呢 其實是在 不落於這個 我們當代的這個 權力政治的這個結構的 這個 這個 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所以 在馬政府啊 因為它執政啊 那只有 新北市是它的這個 黨籍的這個市長 所以呢 當然就落在那裡 那 可是 民進黨執政呢 他就要把這個推翻 所以呢 就有很多的新的申請者 那 特別是像桃園 桃園 那 不管是桃園 或者是新北市呢 離不開是首都 或者是都尉 這種要公 要有人潮 然後有更多的人去觀賞的 這樣一個想像 好 那麼 到桃園這邊呢 他更近一步要 連結到全球 因為 這個 機場就在那裡 但是呢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他想要放在 航空城 航空城 它其實有點 被批評 那個就是一個草地品 所以 這個草地品 也把那個 博物館放進來呢 可以讓這個 地皮啊 的價值更高 相對來講 原住民的這個博物館 也可能會 有更多的人來看 所以 他其實站在這樣的一個 全球化 現代多位化的一個 資本主義體系下 一個想像 那麼 像南寮 西州南寮也要提 南寮是一個雲港 大家都知道吧 這個 我們去的時候 他就講說 每個 假日的時候 有多少的遊客來這邊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剛好那個 寶可夢正在流行 一堆人 怎麼會在那邊 一堆 拿那個 手機 然後 都往同一個方向去跑 我說 他們在幹什麼 喔 寶可夢 這可能是 未來博物館的 這個 入場參觀的 一個 人選 之一 所以就是 可是他們 很少想到說 跟這個 原住民的 文化 部落 有連結的可能 直到我們到宜蘭 還有化聯的時候 就想到 到宜蘭的時候 他們提供的地方是南澳 南澳 這個南澳是一個非常便宜 然後交通不順很方便的地方 它是靠近部落 可是它有它的局限 所以這個給我們一個衝擊 如果說不在都會 你放在那樣子的地方的時候 你如何去經理 他根本沒有什麼 遊客會進來 然後到化聯的時候呢 花聯呢 副縣長 是一個非常積極 爭取資源的一個縣長 他已經爭取了 山海劇場 然後要爭取 還有爭取一個 風雨 風雨 劇場 就是跟阿美之類 然後呢 現在又要文物館 他們本身還有一個 著名的文物館在那邊 他們提供的地方 是在文物館的旁邊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呢 這些資源有很多的重複 而且文物館呢 我們就在文物館 才討論這個事情 文物館在一年當中 沒有用到幾次 然後他又在旁邊弄一個博物館 這博物館的地方很小 那 所以 我在之前有去參加過 他們聯合風連警 部落聯合風連警的開幕典禮 我就看到 見識到了副縣長 他的真正的想像 就是要結合觀光 甚至他也跑去對岸那邊 所以以後 到了觀光客 跑到藍色的縣市去 其中一個金手花人 所以 他想像的這個博物館 是架構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觀光的發展 觀光的發展 幾乎沒有 沒有人會提到說 嚴重的自主自治的體系 還有有機的連結 以及文化重振的角度 還有自主的經驗 這個是我們比較欠缺的這個部分 那 我剛剛講的最後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再談了 其實我在前面有稍微提到 就是說 去除殖民 然後 反彎無物讓他有機的 這個 活化這些東西 讓 回到他原來說數的位置 那麼 由族人來做這個經營 我覺得 這個才有可能 達成這個去殖民 然後有自我重建的一個問題 謝謝各位 所以 剛剛副主委 從很清楚的把這個 去殖民 在這個時間點 歷史正義這個議題 以及博物館的收藏跟展示 當中的權利面向 很清楚的再次提醒我們 那這個議題其實在前面 不同的講者之間 多多少被帶到 用字大概沒有這麼清晰 好 那我們現在再請我們 林智欣學長 是不是 我們的副環上 喂 我以為上來是要綜合做談 所以 是要替大家共同討論 我原來是還要再講 可是我覺得剛才好像已經講了 其實我剛才講的已經超過時間了一點 不太好意思了 不過居然要 我提問題好了 這樣大家思考一下 原住民博物館 國立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假設名稱是這樣 它還要是民主學的博物館嗎 以前那麼多的民主學的博物館 它還要是在民主學的博物館嗎 我們看看所有的民主學的展示 就是看不到原住民的臉 只看到原住民的文化 原住民的偽人在哪裡 原住民的節奏在哪裡 原住民的藝術或者是這些 我們看不到 我們大部分都是講文化 什麼什麼什麼 反而看不到祖先的容顏 或者這個祖先不一定是幾千年的 或者十幾年前的 我所記憶中的 看得到 在展示中看得到祖先的容顏的 大概就是時間館開始辦的 三個音樂家 陸森堡、高一森、陳石 那個有原住民的祖先的容顏 還是十千博物館辦 和馬蘭山英雄、楊川寡 這個高偉和和馬亨亨 這樣就有 可是我們大部分看得 其實我們現在太多民主學展示了 反而沒有 沒有 那這個博物館 它應該是要處理的是 原住民和國家的關係 這個 可能會是它的重點 那這邊就回到第二個 想要問大家的問題 國立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那怎麼以後 它是國家哪是原住民的 大家可能要好好想一下 它怎麼樣 就它是國立的 可是它怎麼樣才是原住民的 可能這個是第二個 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好 那現在那麼多的 民主學的博物館 然後這個 那怎麼樣子 它這個民主學博物 國立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出來以後 它的定位 你看那個要在哪裡 那可能不是只有 國立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可以把自己的榮原展現出來 它可能要透過連線 跟其他博物館之間的連線 不僅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 連線 某種程度的共管 它有可能達到國化的這個目的 那我很擔心 我們現在這個話題 我們今天談的是文物 可是我們現在談的是國立 突然話題變成是 那個台灣原住 國立台灣原住博物館 我們的家裡會一直在文物 可是原住民除了文物以外 可能這個博物館要處理的 無形文化可能還更多 有形文化之外 可能無形文化的這個東西可能更多 比如說我們是不是有大量的 留在部落裡面的手稿 日記 或者拍的影片 或者是這些影像 或者是各個不同的部落 所以我覺得這個剛才 因為副主委把這個話題帶到 這個國立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好吧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 然後聽聽看大家的這個意見 我就不再多說了 因為剛才已經說很多了 我跟你講我剛剛也講過 我想不再講太多 我只有一個想法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文物要不要還 其實我因為職務的關係 思考這個問題 更比大家時間久一點 其實我最近 也不是最近前幾年 有一個體驗啦 體悟啦 就是說 其實我們 我突然發現其實 長久以來 我雖然上期接觸這個題目 我發覺我自己長期以來 一直在思考如何不去還 以至於我從來沒有去思考 如何去還 其實這是兩個不同的角度 作為 作為國務館 其實我最厲害的就是說 跟你講說 我很願意還 但是因為 第一個長官不準 第二個是法令不準 第三個對象不明 所以我不可能還 這個這樣子的 我們過去 國務館的思考 一向也都是這樣的思考 如何不去還 至於我其實很少去思考 如何去還 當然不是說如何去還 這三個問題 如果你決定要去還 長官還是不見得會還 第二個法令也不見得還在那裡 第三個對象 也不見得會憑空出現 但是我覺得 這是完全不同的想法 當你去思考不同 如何不去還的時候 你其實就只是在想說 就此而起 我不用還了 但是你如果真正去想去 如何去還的時候 會發覺 其實法令的確還是問題 大家的觀念也都是問題 我覺得 談這個文物版本 我們大家都 大概都現在都知道 是不太可能的版 但是我覺得心態上面 也許我們應該從過去那種 只在想說如何不還 而改變去想說如何去還 也許會更正面一點 也許我們日後的路 會走得更順暢一點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談到的一些 不管是說 我們主要的角色 從博物館來談 那博物館的確它的典藏 基本上是物 那也有找到片 也有一些影片 這一些東西 也有一些手稿 比例子 對跟剛剛不見得相同 那這些物會牽扯到 我們從菲英吉老師 講的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後面或者是海關的工作方式 就是你要活化這些東西 是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他牽涉到的一些是技術問題 你怎麼做這個事情 那這些技術問題也牽涉到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背後的思維是什麼 這個美感經驗美感的判斷是什麼 所以一定要談到說 那個文化傳承這些抽象的 所以有形的東西 當然他後面還是會有無形的東西 那當然有些像記憶方面 記憶方面也是會有一些物 他要經過一些物來完成某些事情 可是所有這些物 後面都會牽涉到 他跟這些無形的東西 他的整個才是一套東西 所以我覺得也許技術上 我們現在不必太執著在物 或者是有形或者無形上面來講 我們的重點講 原住民的文化傳承 博物館還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而文物返環 博物館的文物返環 可以扮演一個什麼更積極的角色 那我們當然會有這個議題是因為 是在全力不均等之下 不管是強奪或怎麼樣 之下來進入這個 成為博物館的收藏 那我們現在是一個不同的時代 我們大家現在越來越有這樣的 比較會考慮到 像子明老師說的 我們如果換一個眼光說 我們根本看 我們管道來怎麼做這個事情 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考慮 那這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有這樣一個會 那大家講的都考慮到非常多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就開放 不管是合意前面 或大家有一些議題 絕對沒有被照顧到 也是可以帶出來 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氣球 今天達到得到一個標準答案 今天只是開始討論 那我知道11月10千塊也會有 陸陸續一定大家是必要 會有更多的討論 讓這個事情做的是比較細緻的 而不是一場精神暴力 取得另一場精神暴力 那我們好 我們先來看 還有上面還有 我們多收集幾個問題嗎 好 還有 好 那就 OK 三位好 那陳老師你這邊先開始 那同學麻煩邁克風一下 我在前面拜託 我是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陳助佐 那其實今天討論主題是文物返還 那今天也有兩個例子討論到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其實實際上執行過文物返還 這是在1989年我們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返還了葉啟正 他祖父的神主牌位 好 那其實那個過程也滿曲折的 就是說我們買了一個神主牌位回來 他叫做葉幻廳 然後我們放在中國新靈廳就展示了 然後葉啟正他的哥哥有一天來參觀 就看到他祖父的神主牌位在我們的展覽廳 那其實漢人的宗教 他的那個祖父的神主牌位應該被化掉 而進到他的整個祖宗的神主牌位 可是他們會很擔心就是說 影音被化掉的東西怎麼會出來 那他的祖先是不是還有一部分還在裡面 所以他們就很積極 不過這個東西其實我們館方 其實真的不敢冒犯這個宗教的信用 所以我們後來實際的做法就是我們修改了 我們館內的收藏管理作業準則 因為我們收藏管理準則裡面有一個叫註銷原則 那當然這個可能對家人也不是很理化 我們實際上就是在執行註銷的動作 那我們就依法律 然後我們在註銷原則上面加註了一個叫 依法律或倫理的考量把這個產品註銷掉 那其實在館內也做了一些行政流程的探討 然後我們也參著了行政程序法的第159條 跟中央法規標準法的第三條跟第五條 決定這樣的這個做法都沒有違反現行的任何法律 所以現在要做文物規反其實沒有違反法律的問題 因為我們國立戰科學博物館實際上執行過這樣的過程 所以如果現在館豬民族覺得哪一個 他們自己家裡的屍體擺在博物館裡面 覺得心裡不舒服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執行的 謝謝 謝謝 我想大家現在大概都有這個故事 說文物要怎麼樣圍造它原來的樣子 它的意義 然後大家也知道要去之物 我想這些大家也不知道 我是剛才李老師提到如何去還 如何不去還 這是從國館跟比較是學者的角度去思考 覺得這是應該好好想 但是因為是原住民的關係 我都會給了問題的自己同胞 我們怎麼接 這個東西大家都知道要還要接 這個都不重要 可以說觀念上的事情 大家講一講以後立場也講清楚 就會那麼難清楚 可是問題是怎麼做 這個才是要緊 所以這個 我就覺得將來已經有相當多的一些實證的經驗 大家也都在做 應該在這樣的基礎上面慢慢去累積 不論是國務館面 或者是原住民的部分 我們原住民的部分也不能說 我通通都要 你以為原住民的部落脈絡還在嗎 這個是有時候是我們知識分子想的 回去以後 部落裡邊都可能引發的問題相當相當的多 所以這些大家都要一起準備 我是覺得像 這是我第一個 我想大家應該兩邊 這個台灣的社會已經進步到一定程度了 那種非常簡單的去殖民啊 或者是這些 都是觀念上一直想就通了 這個不必再講 現在是問題怎麼做的問題 這是我第一個想想的 第二個 就是因為副主委提到了 關於選管子這一類的問題 你們也看了一些地方 我是有一點好奇 在選管子的時候 組成的人是怎麼樣 然後第二個還是要 還是很想聽到 因為我們只會知道說 這個提出來的那裡 這個提出來的問題 我們自己原名會 從我們原住民的角度 我們的原則是什麼 我們一直講說 這個要去殖民 然後要在一個 跟原住民的文化脈絡相合的地方 這觀念上很好講 那是在哪裡 有沒有一個想法 因為講觀念很簡單 但是在弱的時候就會有很難 所以我總的一句話 就是說無論是環文物 或者是將來 我們原住民在博物館這個地方 所要做的工作 概念上的東西 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而是在這個概念的指導底下 我們讓這個事情能夠做得很好 這個脈絡回來以後 是真的讓原住民每一個人 每一個部落我們的文化都回來 這個都不是一句話就可以講 因為今天大家都是高層 所以我非常希望聽到的是 那個實際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而不是概念 我們再多收集一些的問題 再看 有的是有指定回應嗎 雲湖這邊 然後還有沒有其他的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人想要提出 好 好 那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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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 這樣嗎 還是沒有 哈哈 那我先看 那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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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 那我想 要少來回應一下 剛剛那個課長 有提到 那個 跟台南人類系 就是結婚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大概 也有注意到之前 就是台南人類系 也和 另一個 他會做 家長 結拜的關係 那因為我們 跟法律出身 所以其實 有時候會有一點好奇說 那這個結拜關係 他其實是 放在現金法律的脈絡之下 他會是一個怎樣的關係 還是實際上 我們不能用法律去詮釋他 我們應該是用另一種方式去想他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 剛剛有看到 家庭部落 他是跟部落結婚 那這個案子 他卻又是跟家族 所以其實有一點好奇說 人類系是怎麼選擇 去結拜的對象 到底是要跟家族結拜 還是跟俘羅結拜 這可能是一個 土地現場的問題 來 這樣 謝謝 我這邊也接著問一個 我也就是 其實我還滿希望 我們三公所的主管在這裡 因為他才是我們真正的老闆 對 我們老闆 覺得是 就是選擇上 居然是圓民會 好 那個是這樣子 就是 其實剛才講了很多 就是 我們這邊在地方做這些事 其實有一個想像 就是 大館 民主學的大館 有大館的一個 對 形態跟體制 其實我們小館想做的事是 我們想要發展出另外一種 形態的博物館 那圓住民的 符合布農族跟 周族阿妹族的博物館是什麼 是會所嗎 還是布農族是一個家族的 一個概念 去建立一個博物館 可是當然我們在 進入這個之前 我們要學會什麼是博物館 那地方館出現了 他讓圓住民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去瞭解 博物館是什麼 那我們在做的過程中 也發現了 我們的部主 跟他的部主 那我們想要超越這些事情 那這些超越的作為 我們也可以在於 無目反環這件事情 我們有沒有可能可以超越 無目反環這件事情 那還有其他超越是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超越 館設的限制 去扮演出一個 像生態博物館的狀態 但是過程中 其實我們想要找到 屬於自己的博物館的樣子 但它的基礎是 我們要先認識 博物館是什麼 從裡面找到 我們可以做的 跟圓住一切 希望的是什麼 我們想要有什麼方法 是講自己跟展示自己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在 外來的發展裡面 大館這個層次 再到部落這個層次 有沒有地方館 它是一個中間的這個部分 這個中間去引導彼此的對話 用找到自己的方式 大館可能有自己的方式 它沒辦法很快的 跟部落結合 可是地方館如果在部落裡面 他們有一種了解地方的 一種累積下來的一種 那種默契吧 或是一種感覺 一種同理感 那他們可以帶著這種聲音 去跟大國館對話 有沒有可能這些重要的議題 在這些中間的這一層 小館 內博物館或地方館裡面 非常是一個很好的集合 不然就這樣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做我們的 你們做我們的 然後真正發生的時候 來不及了我要結婚了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對 結果這種狀況 其實它是好事 可是我沒有太多對話的機會 跟互相了解彼此的機會 那我就想說 當然這個重點來了 就是 就是小博物館要發展出自己的狀態的時候 它有一個狀況就是 它受限了 為什麼 因為它放在一個更沒有創意的體制之下 就是 這樣講 我老闆會生氣 就是相公所 他站在底下 相公所怎麼知道這些是什麼呢 我要送一個展覽的時候 我還要解釋很多事情 那我要去放在這些 要去接合這些更重要的議題的時候 我的老闆 我的真正管理我的人 他其實是 不在這個狀況裡面 他們不對啊 因為他的養成是這樣 那我的養成是這樣 我們兩種文化之間 又沒有彼此有太多 了解彼此的機會 所以我們一般晚在做的事情 最辛苦的不是跟大館返鄉 文物返鄉 不是最辛苦的不是跟洗球員 不然說文物怎麼整理 最辛苦的是 我們怎麼去面對這個結構問題 所以今天有機會的話 希望可以表達一個很關切的問題 那也希望這個議題可以被重視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叫做多阿 我是格馬涵族人 那 我今天其實有一個部分 很想要 就是提出來 讓伴娘去想 還有是 也許等一下也可以討論的地方就是 其實延續剛剛孫大川孫老師的話 只是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在討論文物 反環的問題 其實比較少聽到是從原住民族人這個地方去看 為什麼會有反環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的地方是 這個反環的機制是怎麼開啟的 就是 在不同的計畫裡面 主要開啟這個反環的機制是 族人一出呢 還是 是有學者 因為比方說可能要變成國防 然後去找到族人 就是我覺得這個概念應該要先 就是 應該它會有很多更細緻的概念再去討論 然後針對每一個部分再去做釐清 這樣我們常會知道說 概念不是說這個東西真的要回到一個地方 而是 反環這個事情 對族人跟對各種地方說 博物館 甚至是人類學的重要的性質在哪裡 我想我們就開始回應這一些 那是不是在座的 我們這幾位可以回應 然後有一些點到名的 就延續這個議題 非常歡迎大家隨時查入 謝謝剛才副院長 其實副院長當過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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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在您的內 是不是就已經發展了這個部分 比較多 我確實發現了這個 經過前後的不同的政權 它在很多的一些故事概念上 其實也很大問題 那你說這個 去植民是一個流行詞 站在這個角度上是簡單 可是對於長期被植民的嚴重 他已經把這個當成是正常的說 去植民是非常嚴重的 我不認為他是簡單 他已經習慣植民用 所以當我們講去植民不是講要解植對 因為他還是某種程度那時候 我們內在已經被植民體系系統 我常已經灌爆了 我常說 嚴重的這個身體是一個硬體 就是他一開機 就是中文作業系統的樣子 就是這樣的一個合作案 我再也做不到 阿美主義系統 您剛剛講我沒有錯 他已經不再是原來不為滿 這就是植民的結果 可是你不能因為是這樣 所以就不要去植民 或者說現狀主義 我接受現狀 然後就這樣子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思想或這種 這種知識工程裡面困難 或者是為什麼需要讀書 那 人法是簡單 但是這確實是一個傳達的事實 那我們已經認為他想要做的 這個建構教育體系 發展的作品 這個教育體系 他其實就是一種氣質 氣質比他同時有一個建構 雙重型 去除 跟原來的植民的這個狀態 然後其實你要重建 重建他 去植民本身 還不是重建 重建就是站在原來的邁國 我把失去包含一些文物 我這裡沒有 我要回來 要來不見的就是 我要放在我的家裡 也許 但是呢 我們可能有個中繼站 我很贊同 剛剛講 這個地方館 地方館 地方館 還更接近 如果這個地方館 是族人所建立 那更是 那就 因為這些東西 需要有一些管理 需要保存 但是呢 因為他更接近這個部落 所以呢 他更覺得說 這個部落 他會擁有這些文物 而不再是都會所擁有 所以 我剛剛講的一個教育體系的建構 另外就是 國立博物館 不是單純的一個博物館 建了之後 就完了 其實會連接到現在的29館 大館帶小館的一個體系 所以 原住民有各組 他也有聯合的放原住民的概念 各組有中心的部落 也有 這個周邊的這個 這個 我們講的衛星 衛星的部落 那 我們其實是 某種程度是 複製或模擬原來的 這個部落的系 我剛剛講 這個 王教授還有關照我們所做的 其實是模擬我們周祖的這個聚落的結構 它有一個中心的部落 然後 他怎麼樣連接到 這個小的這個部落 然後架構一個新的 我們知道這是新的 因為 我們沒有活物館 就是現代的 現代的 我們只要把它原住民族化 所以呢 原住民族化 就是 雖然它是新的 是一個新的概念 但是呢 我們卻要架構在新 也有的這個聚落的結構 以下 可是做一些兩者 都有一些調整 那 比如說我以周祖的博物館來說 那我們那時候想的是 尤其大家對我們阿里祥可能不是很了解 稍微解釋一下 原來那鄉公公所是在打 後來呢 因為大家覺得到裡面 交通太遠 不方便 我們應該把它牽出來 然後呢 為什麼牽出來 因為很多人就是 好像 其實有很多大力量是裡面的這些公務員 對啊 我們公務員就這樣 公務員想要靠近 最後我們的部落 那個樂園 放在那裡 下了家業 一個小時就 我去買 我去買這購物 我下了一天之內就可以來回 很多都是為了這些方便 其實 我們就順這個也很好 因為很多鄉公所 鄉公所把很多外運的政治 一些我們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把它帶來 那今天呢 原來這個達邦是我們特匯跟達邦傳統的文化 古靶就在所在 可是長期以來鄉公所在那邊 有一點污染 有一點污染 它離開了 我們就把還原 變成一個 Pure 州主文化的東西 那我們就把新的這個博物館 就放在這裡 架構在古靶、達邦跟佛薩勒 兩個連結的基礎之下 架構於一個博物館 而且呢 我們加了一個政治 政治的權利的形象 但是我們還沒有再裂解 就是 架構在佛薩勒 都還在我們的想像當中 那個 不過還在那裡 我們那個時候三個席位 三個席位 南州 應該是不是指 就是北州 達邦特夫也 架構在佛薩勒 我們五個席位都已經要排好了 就在裡面 然後旁邊有文物或者各種各樣的一些掌勢 然後呢 這個呢 它就會變成真正的文化 發展還有教育 還有知識體系重建的一個中心 相公所、樂園那個地方是商業、觀光的 前台 一個是後台 OK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 我覺得 我們該怎麼做 是某種程度 阿末 他有體力 他其實 現在的一個 二十九管的一個體系 我們再加一個整個國家的體系 然後呢 這個結合到我們各種 還有我們各種的部落體系裡面 然後 教育 知識的 知識的這個建構 教育體系的結合 然後 人眾的部落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 想起來 不知道你們覺得容易嗎 我是覺得很容易 但是呢 如果你不這樣想的話 就會沒有方向 會很快 大概是 不知道 不知道你們可以回答 這個副院長 我可以想像 那個 孫副院長的提問 包括 我們這邊有一位 或者說 王老師剛才講的時候 也講到像Moco 毛利人的 有文念的這個 頭顱帶勁 從外國拿回來之後 其實他對方而言 他很難判斷說 這是我的祖先的 我的友人的 還是我的敵人的 還是我的奴隸的 所以 有的事情 不是那麼好處理 但我也完全沒有 我們必要有方向 好 那好像 副館長要回應 好 喂 好 好 我有一點覺得 我們 規劃想像太多 整理 研究太少 此前館因為很少 周祖的東西 所以在 胡中成先生 當館長的時候 我們曾經 我跟著他曾經 到處到 部落裡面去找看看 那樣子 我發現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可能一講 你們大概就會知道是誰 他滿臉胡子 他收藏很多東西 除了東西 他大概 就是有很多的周祖 他可能就一直收周祖的東西 然後自己放在一個 獨特的房子裡面 然後在他的房間裡面 他又喜歡攝影 他就一大堆攝影的照片 為什麼沒有辦法跟地方 武館結合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保管知識 保管意識 保管知識 保管技術 可能某種程度已經被原住民先進來了 所以 我們現在一直看的都是工部門的大博物館 可是我們鄉村裡面 也有人開始有收藏的習慣 我們北安左右大爺民屬博物館 周祖的那位先生讓我印象深刻 我忘了那個 我們其實當時就是直接想要談收購 就是希望能夠充實食泉館的館長 OK 我們又到另外一個地方 看到他全家都是人骨 不是人骨 都是獸骨 很有型的那個 他打獵的那個 他打獵的那個獸骨 野獸 野獸 有學者想要研究 透過我問有沒有可能收購 就是因為想要做這個野獸DNA的研究 可是因為還不想讓 所以我們就沒有談成 就繼續 繼續讓他們 可是這個已經十年以上了 我不知道現在他們到哪裡去了 我現在不知道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 假設他還在 可能現在就是要回過頭來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博物館的觀念已經進到部落裡面去了 他們也可能把這種當作文化 是一種文化關懷 文化保存 就是文化保存的一種方式 可是坦白說 文化雖然集中了 可是保管的並不是很好 比如說沒有做驅蟲啊 沒有做什麼這些 所以可能有些開始有濫掉這樣的情形 那我們回過頭來就是 開始要思考 怎麼幫助他們 具有保存的知識 怎麼樣 他們既然有心 要把這個文化 要把文物收藏起來很久的保護下去 那可是他們缺乏這個知識的幫助 可是我們現在一直在努力做工部門的工作 可是就是忽然的 在民間可能有這樣的人 他也有這樣的意識 他可能收集的 有的人收集的很多 有的人收集的不是很多 那當然像我們 我們族裡面的人 可能他就覺得保管困難了 他想要整體轉讓 那時候這個可能 國家博物館就可以思考 因為他其實收的東西很好 就可以思考 那像我知道山地門 也有一些自己是藝術家 自己在做東西 他自己也做 以博物館之名 或者是以文物館之名 開始點藏他自己的東西 像這樣其實是原住民本身 博物館化的行動 那這個部分 政策上怎麼樣給他們幫助 讓這個博物地方 甚至我也去過玉璃 看到他們村莊裡面 自己把生活的用具 收藏起來 可是 結果是把他放到活動中心集中起來 他們想要申請一個地方 我們管就申請不到 像這樣 像這樣的情形 反而應該是我們要看到的 一個角落 OK 那就回到剛才哥馬蘭的 那位提到的 就是 原住民從部落的觀點來想 應該是什麼 我選擇某種程度 我剛才舉了幾個故事 是可以反映 部落裡面的一些狀況 那麼 如果我要對馬田的 這個 建議 這個問題優勢行政 我建議呼籲 原民會進行組織改革 為什麼台灣武館不能設館長 而且專職的館長 專業的館長 而就是 就是文化行政考試進來的館長 人對了 事情就會對了 好 相公所大部分都是做政治的工作 為什麼 相公所不能有文化的部門 原住民的文化資產保護 越來越重 這個 越來越需要更多的觀念 那就是要把公務人員 公務機關調整 公務員數值調整 就是 組的 戰鬥序列調整 那 這樣 戰鬥序列調整 這些事情可能就 就可以做得到 不會一直 還沒有人 沒有經費 沒有什麼那些 所以從人開始就把它 調整起來 那這樣的話 這個 就不會一直 就是像 是馬田 應該是 地方文物館裡面表現最優秀的 可是他都 都有無力感 就是某種程度可能 需要進行 部分的 組織改造 然後 再 再做人員的強化 那如果說要做人員的訓練 我們做要做 那我們現有的博物館 或者是大學的博物館 就可以發揮很大的功能 來幫助這個 原住民 更 力量更強 當他力量更強 然後做到博物館 是很難的的時候 不會跟你一直爭那個 就要回來 我們先打合作 可能會比較到這樣子 好 這個是我的補充 可以馬上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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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當成啊 先讓林志欣當館長 我回應一下 剛剛同學的那個提問 這個婚姻當然是 離人化的婚姻 在法令上當然是沒有 耶穌遜的 但是呢 我們部落是 一直是完真的 所以等一下可能 台大要回應一下 怎麼說呢 在我們排完組裡面 如果說已經把蚊子 已經給你湯匙了 你就成為一家人 所以我們的豐年祭 我們的任何大事情 我們都會給你們點子 這樣 所以你們上一次的結拜 你們也有給我們點子 這個就是我們的互動關係 那很多以後的發展 我們都要去做合作 尤其是校長 可能要常常去看 校方該 好 以上 至於結拜的話 又是另外一種形式 結拜通常是人的結拜 排完組是人的結拜 如果說另外一種是 法國文碼 就是 弄一個家 在台大這邊 那又是另外一種形態 那個 很複雜 可能要談很久 談一下 我想 台大應該不止我一個人 在這邊 好 其實一開始我們就了解說 這個不是一個物跟人的關係 或者物跟物的關係 它是一個人跟人的關係 它只不過以物作為媒介 建立起來的 人跟人的關係 那在歷史上怎麼發生的 我們現在覺得不滿意的 我們希望這一次做的事情 是做的是大家覺得很舒服的 好 那 所以 今年剛過的 就是去年結婚之後的 第一次的Masaru 我就覺得是一定要去 只是很遺憾 我沒有準備一隻豬而已 所以我也是想說我一定要提醒 我們的院長 就是剛剛跟 旺家的 五萬這邊的家族 晚成 結拜的這個儀式 我也是 還需要提醒他 說明年他 我會建議他 在 家族 或者說在旺家的 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應該要 或者是出席 或者是 要有一些表現 那 像我平常有時候也會去家庭 可是我這一次去的時候 我特別說 我是因為 我們婚姻結婚 訂這個婚約之後 第一次的Masaru 所以我認為是一家到 人必要人到 那村長那時候就是說 我一定要代表校長講話 我就往後跳兩步 我說我沒辦法代表校長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做 社會稍微有一點點為難的地方 我說我代表學校很勉強 我會把這次跟別的老師 稍微討論一下 老師說我最多只能代表台大博物館 這是台大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說 所以我 也許我想 我覺得提出這個問題非常好 也許我應該正式去見校長 跟校長談這個事情 我們要他的授權 或者他本人過去 看跟他的企家好好的來往一下 那結婚我們也聽說 這個結拜的話 同樣這都不是一個法律上有意義 可是這是對於 對於萬家這個家族 萬這個家族是有意義的 對我們就有意義的 然後不管是婚姻或者是結拜 都是商量之後決定怎麼做的 而不能說我們很機靈 其實我聽說家庭的點子 是要結婚的時候 我覺得好聰明、好勇敢 不管是結盟或者是婚姻 都是非常典型的 台灣的高層 同步 往外擴展你的辦法 所以那一天疑似的時候 就說我們佔領台大了 我真的是太開心了 所以我們不要忽略 部分是有力量的 以台灣的兩世紀念 台灣就是有力量的 所以就像孫老師剛剛要講說 這中間是有來有往的 不是單方向的 即使歷史上我也不認為是單方向的 可是在述說的時候 可能我們過於單一 不管是哪一方面 有一點過於強調的是一個政治的 或權力面向的討論 我們其實不管是強調誰的權利 可能都忽略了人的agency 也許應該更法力的東西代換 而且不管是用員國的立場 或者全原住民族的立場 下面還有族群還有各個部落 我覺得以我們人類學的訓練 我覺得部落太重要了 怎麼樣有國家的力量之外 國家在代表原住民 進行歷史正義的種種的作為之外 部落的力量不能忽略 不能因為有了在國家成績的代表者之後 變成了 講難講比較落苦不要有希望避免內部殖民的路 好 那所以希望部落的力量 跟部落位置是在整個體制內是可以被看的 對不起 我對這個問題有一些另外的關聯 看起來兩邊都是很認真的 但為什麼兩邊既然那麼認真 權力義務關係都沒有講清楚 結拜以後你們公司裡的人念財大師有加分 所以其實我倒不是說不是這個問題 我剛剛聽這個問題我一直在想這個 其實我也知道你們當然不會是那麼認真 因為本身這個就不 我就把它看成一個是法律的動作 而是一個在我看來它就是一個儀式的表演 就我的解讀啦 我比較喜歡 我比較解讀這幾個現象 比較它是一個國務館式的 或者戲劇續場式的表演 透過這個表演 象徵式的完成了一些 一些回歸的歸款的動作 不要直接去想它的法律層面 否則光是這個結拜或者是回娘家 那種權力義務關係 你們都不知道哪一個時候該什麼時候該做什麼 所以顯然我覺得不見得要把它從法律方面去談 如果從法律方面去談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能在真正做這個儀式之前 真的要談好一次 部落跟台大之間有什麼真正的權力義務關係 否則的話就把它看成一場表演 然後大家都參與 然後風風光光 然後曝光度很高 然後我覺得目標就達到 這是我的觀點 其實你們一直在談論結婚 真正那個博物館文物結婚最早的是時間館 是跟台東生活美學館 因為生活美學館有一千多件原住民的文物家 是錢文物 就是生活美學館轉型 它本來是日治時代它本來是鄉土館 收了很多原住民的文物 後來之前我們可能都到台灣博物館去了 然後又收了一些 還有一些愚蠢的 所以就說他們無力可以管的 在2003年就兩個館長坐下來談論 我們是不是就送給使勤館 因為使勤館比較能夠管理得好一點 那於是我們就轟轟烈烈的辦了一場婚禮 不過比較奇特的是我們是用漢式的婚禮 都是原住民的東西時間的東西 可是用的是漢式 然後從台東生活美學館就浩浩蕩蕩 就是送到使勤館來 然後馬上就辦理特展 馬上的物庫就用最高等級的文物管理 每一個都有無酸子的包裝對不對 所以生活美學館的人就覺得 哇 這樣也是對的 然後是這個文物馬上做到最好的保護 我呼應那個李子凌剛才所提到的 就是當使使勤館辦這樣的婚禮 某種程度是從行銷的角度 或者是從曝光的這個角度 可是某種程度我又希望 跟那個佳平部落的這個狀況 產生某種連結 可是我又擔心 如果結婚給你辦太多了 那個台大是不是一夫多妻啊 我覺得我們的做法是有一些弄假城鎮 我們願意把它當作真的事情來做 所以我相信 真的 對啊 我相信旺家的家族是有考慮到 所以用結拜 我們可以用很多的結拜 可是婚禮的確不適合常來 因為台大的文物不是只有旺子 不是只有家瓶啊 不是 病男主的也有我們也想結婚啦 這樣啦 可是我比較擔心台大會不會變成一夫多妻優著這 這個 關係會複雜化 這樣子 剛才的是很開玩笑的問 我們今天就結束到這邊 在這邊結束 我們整個晚了一個小時 很佩服各位的毅力 跟各位的這個 資訪的儲蓄能力 我們的講座非常歡迎各位留下來 我們有這個電飯 各位可以交換 另外是我們的資料會 今天等全程是有錄影的 我們會整理之後 過一段時間 跟我們一點工作時間 會放在我們的連結 會放在我們的YouTube上面 好 謝謝各位的參與 希望相關的單位 可以繼續有相關的討論 而且剛剛不知道哪一位講到的 我覺得可能有一些討論的場合 要帶到文物館 地方29的地方文物館 讓地方直接的人 可以調查自己的理解 好 謝謝各位